第2181章 寒家有刁满女 他老太龙中 寿缘无多 挤进游镜灯窟 望着薅草丛生的荒凉园子 他眼中充满了缅怀与伤感 见到这一幕 秦峰不禁叹了一口气 原本他以为这鬼先生会是一个英智如邪道高手的家伙 谁知道居然是这样一副老太龙中的模样 老人有些呆板 并不如他们想的灵活 有些痴痴呆呆地缓缓回过头来 满脸的皱纹 老眼浑浊 年轻人 嗯 有几十年没有年轻人来了 老先生请我们来 肯定是有什么事吧 倒是黎纯道先反应过来 强露出几丝笑意来隐藏自己的胆怯 哦 鬼先生想了想 望生说道 这遍地的灵宝残片 我想请两位买走 不知道两位愿不愿意接手 全部买走 即便黎纯道的心性不弱 但是在见识了外面庭院里细细碎碎 堆积如山的灵宝和骨气碎片和产品之后 也是感觉头皮微微发麻 那的一大笔钱吧 而且又没有什么 离纯道之前也没多想 差点就好没有什么用这句话给说了出来 但显然是怕激怒了这位鬼先生 要知道 平日里 天玄城内都对这间食物必会陌生 即便离纯道身为天赐萌分舵的舵主 都还是第一次进来 第一次来居然被要求买这院子外面的残片 正当他在考虑如何拒绝这个诡异阴森的老头时 秦峰这个败家子确实笑了起来 可以 但是还请老先生试下 为何我要买这些残片 这些残片又有什么特殊的价值 鬼先生看了秦峰一眼 冷冷说道 要你买你便买 若是不买 马上就会有一个丫头过来买了 你便是想买也买不到了 秦峰一听 不禁更加好奇起来 既然有人要 你卖给那人便是了 何必偏要卖给我 秦峰的话因为落 那鬼先生已是粗声不耐烦道 你问这许多做什么 屋里屋外 所有领宝残片 其中虽然都有废品 但也不乏可以修补出天仙气的真品 你若不要 便是后悔也莫及的 鬼先生说到这里 李纯道不经第一个冷笑了起来 原本的他 对于这位在传书里传的神乎其神的鬼先生 其实是聚意居多 此时此刻 看到这鬼先生居然像个奸商似的在推销东西给秦峰 便在无惧意了 甚至油然而生一种鄙夷之意来 老先生此言差矣 李纯道冷笑道 这愿里愿外 难道就没有别的人来逃到过残片 若是当真有可以修复出天仙气的残片 难道还能留到现在 早就被人巧取豪夺 顺手牵羊了吧 打之鬼先生音质冷笑道 周边那些个碎片 偶尔也有买走的 也有被人顺走的 那也得要看他们有没有这个眼力 继而能挑衷值钱的东西了 有心之人 垃圾堆里也能捡到财宝 无心之人 注意在前也不是的 秦峰听的这话 唯唯点头 的确心有所感 但也开口说道 前辈 你之前也对我用传音入密说了 这外面的残片 并无多少价值 你可直接送我几片 为何如今又改口说叫我来买了 既然没有多少价值 又为何要叫我来买 秦峰抖了抖衣袖说道 晚辈并不吝啬一些个灵精 只是有些不解 难以理解这前因后果 若是花了钱 还稀里糊涂的 实在不是晚辈的作风 听到秦峰的话 那鬼先生忍不住说道 你这后生 怎的如此多的麻烦事情 他看了看天色 冷冷说道 往日是我不卖 今日是我要卖 而且要卖便要全部卖出 一天不留 算你撞了大运了 你却偏还要在这里挑三解四的 秦峰唯唯一愣 不禁更觉古怪起来 这老头口口声声说要他把里外所有的残片都买走 却又说他往日都是不卖的 今天才卖 这世界上哪里这么巧的事情 赤出怪异必有妖 盟主 你可得当心点啊 一旁的黎纯道小声提醒道 秦峰点了点头 也不急于表态 只听得鬼先生催促道 还有半课中的时间 那丫头必然就到了 你若再想买 也来不及了 正当秦峰愁躇犹豫之时 呼听的门外一道女声响起 鬼前辈 你可不厚道啊 说好了这些黄铃遗物 是你是要卖给我的 还有那一本《寻龙诀》你也要一并送我的 怎么能就这样送给只见过一面的人呢 秦峰侧过脸来 只见一名身穿白色斗孔的女子 在两名黑衣人的护卫之下已来到了食屋的入口处 虽然被白色斗篷遮住了面部 但却遮不住她窈窕的身段 看起来硬是未满18岁的一位少女 这位小姐是 秦峰刚想开口说话 却被白衣少女抢白道 你是外遇来的人吧 这里的规矩都不懂吗 谁允许问其他人名字的 白衣少女呛了秦峰一句 依旧充满敌意地说道 就不怕被赶出鬼市去吗 秦峰听得这白衣少女的呵斥 也是不卑不亢地回答道 小姐口口声声说我不懂规矩 自己却开口叫我是外遇人 不是一样不懂规矩 你白衣少女身边的两名黑衣人 都是勃然大怒道 你真是好大的狗胆 居然敢跟小姐这样说话 你们小姐是什么来历 我怎么就不能这样跟她说话了 秦峰也是冷声一笑 盯住那两个黑衣护卫说道 你们有胆倒是可以说说 你们小姐到底是什么身份 这两名黑衣互为一时雨色 彼此看了一眼 竟都是露出了为难之色 该死的土包子 天玄城里居然有人不认识小姐 就算不认识 也应该听说过吧 真是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这样跟小姐顶嘴 天玄城里 她怕是头一号吧 这两人念头飞转 却是用传音入密交流好几句 殊不知传音入密无一例外 都落入了秦峰的耳中 秦峰听得那女子的话 此时已是念头飞转 意识到了 这面前的白衣少女 应该就是鬼先生 吉利不想将这些的领保残片 卖给的那的丫头 如果只是领保残片的纠纷 秦峰可能还懒得插手 但是少女口口声声说 买下这些残片 就会被鬼先生赠予 一部完整的寻龙诀 这就有点吸引秦峰了 毕竟秦峰是知道的 寻龙诀乃是北斗玉 乃至整个地仙界最著名 也是最神秘的典籍 记载了寻找灵外的方法 选择食材的技巧 以及修复灵保碎片的方法 都是最最顶尖的手段 即便秦峰吸收了 北斗玉很多强者的记忆 也只是拼凑出来支离破碎的 寻龙诀而已 若是能得到一本完整的寻龙诀 对于秦峰来说 想要在天旋诚稿出点名堂来 会容易得多 或者说 拥有完整的寻龙诀 本身就是吸引天旋圣地 高层注意的诀好手段 毕竟天旋圣地上上下下 对于寻龙 赌食和健保都是无比狂热的 再加上 面前一身黑衣 老太龙中的鬼先生想把遍地的 林宝残片卖给秦峰是其次 主要应该还是想把寻龙诀赠给秦峰 不要落在那丫头手里 虽不知道鬼先生与那丫头 或是与那丫头背后的家族究竟有什么过节 但仅仅凭借这事几乎是送到秦峰嘴边的机缘 他哪里有拱手相让的道理 秦峰正思量之时 李纯道已是在一旁用船音入密提醒道 盟主 这应该是韩家的大小姐韩飞雪 韩家乃是天旋圣地世代长老 一度成为过天旋城主的世家 他们一家藏书千万 对于寻龙 开始和健保都有涉猎 其中开始为韩家家主的专长 切开的石头据说至少都有集品灵精 从不走眼 至于健保 则是这丫头的专长了 他据说曾经通过自己健保的残片 修复出一件高阶的天仙器 这还是好几年前了 想来现在健保水准更加大涨了 李纯道想了想说道 想来是此女寄予寻龙爵很久了 他们家族别胁迫鬼先生要把寻龙爵让出来 这才有了今日之事 如此一来 秦峰基本上也就把整个线索给脑补出来了 这位不知道活了多少岁数的鬼先生 手里有寻龙爵 韩家威逼利诱 要他交出来 他可能就提出多少年后 只要有人买下里里外外所有的领宝残片 就将寻龙爵相送 实则是缓兵之际 等到了今时今日 再随便找一个人进来 买走寻龙爵 再叫那人速速离开天玄城 到时天大地大 韩家想找这本寻龙爵 无异于海里捞针 只能望洋心探了 这恐怕便是鬼先生的打算 即便将这场天大机缘赠给末路相识的外人 都不留给威逼利诱的韩家 这在鬼先生只有孤身一人的情况下 不知道要有多大的勇气 才敢去与家大业大的韩家抗争 想到这里 秦峰不禁有些佩服起这位倔强而孤独的老人来 既然如此 于公于私 秦峰都不可能将这即将到手的寻龙爵拱手 让给仗势欺人的韩家了 第2182章 你可真是难缠啊 秦峰面头琢磨之间 韩飞雪已是从袖子里取出一件虚迷锦囊 其中拿出四枚虚迷戒指 摆在了鬼先生面前的桌子上说道 鬼先生 我一直想买你手里的寻龙爵 但你始终不卖 说只有买下外面的那些碎片 你才肯送给我 如今你与我付约定的十年之旗已到 我以这些虚迷戒指中的邻金支付费用 买下这些残片 也请你遵守于我们韩家的诺言 将寻龙爵交给我 鬼先生有些失落地看了秦峰一眼 满眼地哀奇不幸 怒奇不争 可就在这时 叫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可可 秦峰有些不悦地干咳道 你这大小姐脾气是谁灌出来的 白眼狼 目中无人是不是啊 秦峰稀落道 买东西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之前我与已经跟鬼先生谈妥了 里里外外所有的领宝碎片我都要了 至于那本寻龙爵 秦峰冷冷一笑道 鬼先生爱送不送 君子不夺人所好 这事情 我不像某些人 我知羞耻 我做不来抢抢一个老人家的书 这么无耻的事情来 鬼先生听到秦峰的话 原本如同死灰的眼睛 陡然一亮 他显然没有想到 面前这个之前还百般不愿意买残片的青年人 居然主动同意买下残片了 更叫他一想不到的是 他居然还不要寻龙爵 难不成 这小子也跟寒家有过节 所以才死活不想要寒家得逞 真是天助我也 这对于报定了横竖给谁都不给你寒家的鬼先生来说 已经不是峰回路转了 这简直就是天降大喜了 大胆 两名黑衣护卫皆是第先六节以上实力 此时勃然大怒 正要抽刀在手 却冷不丁感觉握住刀鞘的右手 就好像是黏在了刀把子上一样 别说抽刀了 一都一不开 两名第先六节的寒家侍卫顿时就知道遇上高手了 要知道 他们不过是第先六节 也就比真人境界高上一节而已 欺负欺负寻常散修 欺负欺负没有修炼的老百姓 那是绰绰有余了 遇上高手 那真的是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只见这两名寒家侍卫面面相续 但又不好发作 只得用眼睛瞪着那名来历诡异的少年 哪里知道这一瞪居然还瞪出世情来了 秦风隔空一掌 立在寒飞雪身后的两名侍卫登时如遭重疾 狠狠倒飞了出去 轰隆轰隆两声 直接嵌在了石屋的墙壁上 两名第先六节的高手 在寒家都还算不错的侍卫 居然被那人轻描淡写一巴掌给拍飞出去了 看这样子 就算是不死 也要卧床许久 基本上就是飞了 韩飞雪在震惊之余 灯石破口大叫了起来 你是哪里来的也散修 你居然敢打我们寒家的人 你以为天玄城是什么地方 你这条野狗也敢来撒野 话未落下 只听得趴地一声轻响 一记响亮的耳光直接就扇在这少女粉雕玉琢的翘脸上 一巴掌扇出 少女不禁一个亮枪 连退了好几步 也不知道是秦峰控制了手上的力道 还是这少女毕竟是韩家大小姐有一点什么灵保护体 终是没有倒飞出去 狠狠摔在石头墙上 就在韩飞雪恼羞成怒 即将爆发的时候 只听得秦峰一句话就让她如坠冰枯之中 李爹妈没把你叫的守规矩了 张口闭口也散修 也狗的 那就只好让外人来教你了 要不是看你是个丫头 刚才那一巴掌就直接把你呼墙上去了 不过 看你现在火气这么大 要不我给丢墙上去凉快凉快 心轻火 堂堂韩家的大小姐何曾受到过这样的遮辱 当时暴怒起来 口不择言道 你 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没等秦峰说话 李纯道已是冷笑机翘道 还说我们是外遇人 自己是天玄城里的人 居然连鬼市里的规矩都不懂了吗 哪个允许你问别人身份的 不怕被从鬼市里赶出去吗 韩飞雪之前说秦峰的话 此时此刻 被李纯道原样奉还 几乎就让这韩家的健保天才憋出内伤来了 他看了一眼平日李耀武扬威 夸自己多厉害多厉害 如今却好像死于一般挂在石墙上下不来的两名护卫 私下低声骂了一句 废物 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了 没办法 主要是这两个侍卫确实平日李嚣张跋扈 欺负人 欺负惯了 以为仗着有韩家撑腰 就算遇到了高手 对方也不会下死手 所以他们才在秦峰已经用心力封锁他们出刀 算是先礼后兵 保释惩戒的情况之下 居然还去瞪着秦峰 那对不起 秦峰也不是个好脾气 对于这些个狐假虎威 西航霸式的奴才 从来都是不会手软的 这才一巴掌 将这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 不知死活的六姐修士 直接拍进石头墙里做浮雕去了 韩飞雪此时也知道遇到了蛮力解决不了的很差 他此时又不能离开 因为一旦离开 鬼先生肯定就将这些领保碎片与那本巡龙爵一起都给面前这个实力高深莫测的散修了 等这散修出了城 必先借天大地大 到哪里去再找这司 这就等于是韩家十年经营的计划 毁于一旦 竹篮打水一场空 就算他老爹韩家家族舍得 他一个痴迷健保之术 一心想以健保登堂入室 成为天下第一健保师的天才少女 哪里舍得 韩家好不容易恩威病失 得来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机不可失 失不再来啊 他也不管脸上被秦峰扇了一巴掌的痛楚 看向秦峰和鬼先生 陈生说道 好 既然鬼先生也与这位散修在做生意 那我们在商言商 韩飞雪美目流转 记上心头 他看向鬼先生说道 鬼先生 你这里也就最后剩下那些东西了 当然是能多卖一些 你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一些 不是吗 韩飞雪微微一笑 露出一排整齐而洁白的牙齿 美目看着老太龙中的鬼先生说道 不如我与这人竞价吧 价高者的 您意下如何 他将面前的虚拟戒指朝鬼先生面前推了推 说道 这四枚虚拟戒指里的灵精 足以代表我们韩家的诚意和财力 远远不是什么散修可以比得来的 说到这里 他又故意着重与其说道 如果不是您与我们韩家有什么过节 您肯定不会拒绝有人出更高的价格 买走这些领保碎片 不是吗 这句话一语双关 也是十分巧妙地采在了鬼先生的死穴上 别看外面传说这座石屋子里闹鬼 传得玄乎玄乎的 其实秦峰都已经看出来了 很多传闻 可能都是韩家在这十年当中故意度传的 就是让人不要随便接近这座石屋 好隐藏鬼先生拥有奇书寻龙诀 为十年之后自己寒家获得这本奇书而铺路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 这最关键的最后一天 不早不晚 居然被秦峰给劫胡了 岂是也不都是秦峰壮大运 能到这鬼市里来的多半都是修士 只要从这石屋旁边过 几乎都能听到鬼先生喊他们进屋的传音入密 但是真的有谁胆大到能够像秦峰这样直接进这诡异摆出的石头屋子的 说实话 要不是秦峰几世轮回 生死早已看透 被他灭掉的鬼道强者也已经多如牛毛 他自己还是中途鬼道轮回一脉的创始人之一 换做只是个平常修士 他也是不敢的 所以说 秦峰能够得到眼前这个机缘 绝对不是光凭借了运气 既是如此 秦峰就更加没有拱手让给这个刁蛮丫头的道理了 秦峰听到韩飞雪在夸耀那四枚须迷戒指是韩家的实力和诚意 他不禁冷冷一笑 对着鬼先生问道 鬼先生 我好奇啊 这四枚须迷戒指里 究竟有多少灵精啊 鬼先生看了看这四枚须迷戒指 知道都不是普通的地仙器 都是有品级的 容量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若是里面散满了灵精 那说不得 可能还真的是一笔极其可怕的数目 想到这里 他有些犹豫 哪里知道韩飞雪冷笑道 鬼先生 您看看便是了 他故意冷笑着对秦峰说道 若是这位散修能够出得更多 我们韩家 离纯道不经冷笑道 你们韩家就舍得让给我们了 你们也舍得 哪里知道 那韩飞雪脸上带笑 玩味道 那我们韩家 还能出得更多 这话什么意思 翻译出来就是 我有钱 你比我有钱 不存在的 我永远会比你出更高的价钱 这话真的是欠打啊 说实话 秦峰可是搬空了灵月宗 紫霄建宗还有天府圣地固地三座藏宝库的硕属 外加一个散仙级别世界的大帝啊 别说是你一个天玄圣地下面小小的一个韩式家族 就是天玄圣地 都不敢跟秦峰说 我一定比你有钱 这就好像是乡间土财主跟异国皇帝说 我别的没有 就是有钱 而且肯定比你有钱一个的姓 生气什么的倒不至于 关键是可笑啊 可笑至极啊 秦峰无奈地摇了摇头 苦笑道 你这个丫头 真是难缠啊 究竟是谁给你的勇气啊 我真的是好奇啊 第2183章恶毒韩家 韩飞雪心里清楚得很 这四件虚拟戒指 可以说是韩家好不容易才凑出来的财产 凭借眼前这个看起来虽然实力不错 但应该没有家族背景的散修 别说是四件虚拟戒指里的灵精 怕是能凑出半只虚拟戒指里价值的东西就不错了 鬼先生听到秦峰的催促 只得打开虚拟戒指看了一眼 各自打开仔细看了看说道 一枚虚拟戒指里是一千枚极品灵精 四件虚拟戒指里面一共是四千枚极品灵精 他似是怕秦峰因为一起之争 一下子就把身家性命都给一起贴进去了 他重复道 确实 确实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相当于一个中等家族所有的身价了 韩非学校道 若是鬼先生喜欢 四枚高品的虚拟戒指也一起赠送给你 就当我韩家结一个善缘了 鬼先生虽然觉得惋惜 但目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看着年轻散修 实力不错 应该是以利正道的修士 瞧着模样 估计还是外遇人居多 外遇人对于健保术并不是特别上心 要想叫他们掏出个百八十枚极品龄金 买一本可能还知道有点价值的健保术秘籍 他是舍得的 若是叫这年轻修士拿出四千枚以上的极品龄金 来买院子里这一堆废铜烂铁 外加一本并非他特别感兴趣的寻龙爵 他会啃吗 就在鬼先生自己心里都有点没底的时候 秦峰开口了 秦峰语气充满言语 寻龙爵可是价值连长的宝贝 你们韩家就拿出来四千枚极品龄金就想低价买走 这还叫你们诚意 这也叫你们的实力 秦峰笑道 你们怕不是对诚意二字有什么误解吧 被秦峰这样一翻打脸 韩飞雪也是面色发白 咬着嘴唇道 你说的倒是轻松 那你能出多少价钱 这市场上从来都是价高者的 没钱就不要废话 滚远一点 听到韩飞雪这泡沪嚣张的话出口 黎纯道都有些动怒了 别看这中年模样 一副好脾气大叔 看起来温文尔雅的黎纯道 可是天赐盟在天玄城的分舵舵主 是可以让那杀人不眨眼的徐徒都俯首贴耳的狠人 若说他不会杀人 你姓吗 要不是顾及韩家是天玄城内的大俗 天赐盟从来做的都是和气生财的买卖 除了帮助秦峰的两次临封城之战 以及秦峰受益的帮助天书圣帝对抗摇光圣帝的一战之外 几乎不插手圣帝之间的恩怨 更不用说这些圣帝下面的家族了 若非是这一条顾虑 黎纯道怕是早就帮秦峰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刁蛮丫头了 不过秦峰接下来的举动 却是比黎纯道一巴掌拍飞这个丫头 还要叫他难受一千倍一万倍 秦峰都没有用虚拟戒指 信手就这么朝地上撒着集品灵精 在刁蛮丫头难以置信的目光当中 足足堆积到了有韩飞雪半个人高 怎么看 这里也不止四千枚集品灵精了啊 韩飞雪看傻了 鬼先生也看傻了 结果还是黎纯道冷笑道 韩家的小丫头 这市场上从来都是价高者的 没钱就不要废话 滚远一点 别说你叔叔粗鄙 这可都是你说过的话 韩飞雪看了这晃眼的如一座小山的极品灵精 嘴角抽搐 似是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般都弄到 那四枚上品的虚拟戒指 他肯定意思是 那四枚上品的虚拟戒指价钱也不菲 你若都算上 未必比你少上多少 哪里知道秦峰又笑了 这是好办 好办得很 这一下连黎纯道都惊住了 只见秦峰顺手就掏出四枚比韩飞雪手边品级还要高 挺香还要好的虚拟戒指 不由分说地地给了鬼先生 鬼先生 这些个虚拟戒指给您装灵精用的 不必客气 分开来装 秦峰一边说着 一边就把虚拟戒指一股脑塞给鬼先生了 为什么跟韩飞雪一样的都是四枚虚拟戒指 韩飞雪是地秦峰是赛 动作不一样的 因为秦峰是左右手各四个 一共八枚虚拟戒指 这把韩家大小姐给气得呀 最关键的是 随着她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人驻足观看 纷纷把目光投到石屋之内来 甚至有胆子大的 进了石屋子来观看 若是平日里 韩飞雪当然了见其成 她本就是一个好出风头的性子 甚至有点人来风 人越多越高兴 可惊天不一眼啊 她在天玄城里 何等被人家这样公然打脸过 这不是让全天玄城都来看她的笑话吗 这位小兄弟的出手可比你阔绰躲啦 你看 光须迷戒指就给了我八个 这遍地的集挺灵精 也晃得老夫眼睛疼啊 鬼先生笑呵呵地说道 况且这位小兄弟本来就比韩丫头 你来得早 先来后到也是她先买不是 请回吧 你 你哪里来这么多的集挺灵精 哪里来这么多的上品须迷戒指 韩飞雪在看到桌上到处乱滚的须迷戒指时 还有那半人高的集挺灵精 竟是连呼吸都一下急促了起来 张口直接盘问道 却冷不防晴峰笑了起来 小姐 你好像又犯规了 鬼市里有个什么规矩来着 不能问东西的来历 我没有记错吧 韩飞雪无可奈何 只得狠狠地挂了鬼先生一眼 他抬起手来 抓着一本福禄模样的书籍 低声说道 鬼先生 若是你不将寻龙爵卖给我们韩家 您这辈子恐怕都没法走出这天玄城半部了 要这么督前有什么用呢 带进棺材里吗 呵呵呵 秦峰听到这话 再一看那一本福禄 莫的意识到了什么 原来是这老人身上有什么诅咒 解开诅咒的关键被韩家人给掌握了 韩家便以此为要挟 要换这本福禄来交换老人的寻龙爵 只不过被老人硬拖了十年而已 秦峰不经有些困惑不解 难道是这鬼先生化地为牢 作俭字符 不想要离开 所以才不跟韩家做交易 哪里知道 鬼先生冷笑道 你爹没告诉你吗 这诅咒是你韩家老祖宗给老夫一族下的 离开天玄城就会血肉溃烂而死 为的就是老夫一族可以为你韩家买卖 教授你们弟子寻龙 健保 开始的诀窍 他冷冷看向韩非雪道 老夫活了几千年了 好不容易写出这一本寻龙爵 岂能便宜了你们韩家这群肮脏家伙 秦峰一时恶然 他也不曾想到 面前这个其貌不扬的老者鬼先生 居然就是《寻龙爵》这等奇说的真正作者 他不顾韩非雪的乐然 冷声道 你知道老夫为何要跟你复订下十年之约 他抬起手来 取出一枚贴身的宝珠 隐约可见里面藏着一部经书 鬼先生冷笑 因为老夫再活十年 就活腻了 鬼先生抬起手来 逼了一滴血在宝珠上 顿时宝珠通灵 映照出里面一卷古朴的书籍来 他墨地丢给秦峰 阁下带上此书 速速离开天玄城吧 若是您有兴致 就可以传承老夫一族的所学 若是没有兴致 树枝高格也好 送给他人也罢 一切随你 秦峰听到这话 还没有表态 只听得韩非雪咬着牙道 老东西 你居然敢耍我们韩家 鬼先生在不负之前的阴森诡诀 反而生出几分舍身求义的慷慨悲壮来 要不是老夫一族里出了那么多贪生怕死之败类 哪里有你韩家历代的巡龙大师 健保大家和开始胜手 哪里有你这小娃娃一身的健保本事 他话音落下 此时小食屋里围观的人群已是越老越多 所有人听到这其中秘星 皆是震惊错愕 顿时 食屋之内就像是有蜜蜂飞过一般 嗡嗡嗡地喧闹起来 皆是窃窃私语 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对韩家的攻击之词 尤其是与韩家本就不对付的其他家族 更是嘲讽出声道 你们韩家一向标榜自己人才辈出 代代皆有大师 大家和圣手 原来你们是奴役了鬼先生这一脉 为你们做奴隶 真是道貌岸然 五毒俱全啊 更有人奚落到 惹不起 当真惹不起你们这样的韩家 韩飞雪听到这话 终于出于自尊 或是捍卫家族尊严的目的 大喝了起来 老东西 你与我们韩家祖上有过节 我知道 可你直接写口喷人 厘悔我韩家作为健保世家的金字招牌 你简直该杀 哪里知道他话音刚落 只见旁边那个可恶的散修又说话了 他刚捧着才道手 还热乎着的寻龙爵 一边看一边说道 韩大小姐 既然你说韩家健保术不是浪得虚名 府内的奇珍异保 都是你们韩家人健出来的 不是鬼先生一族捉刀带笔的 行风淡淡一笑 玩味道 那你介意不介意跟我比上一笔健保 也给寄于韩家健保世家金字招牌的各位常常演啊 第2184章 你这是自取其入 虽说鬼事里不能曝露别人的身份 也不能主动打听别人的身份 但这也只是针对普通修士的 像韩家这样城内的健保大家族 尤其是风头正盛 又年轻气盛的韩家大小姐 韩飞雪露面 这个消息根本就是藏不住的 尤其是面前这个脸上的外遇散修 居然主动要求根若不是年纪上轻 便可以直接凭上健保大师的 韩家大小姐韩飞雪赌气 这么具有爆炸性的消息 瞬间就让鬼事之内的人 纷纷朝着食屋聚拢过来 有的人是因为痴迷健保 希望才这一场赌气当中 看出一些门道心得 当然了 基本上都是抱着看看 韩飞雪的健保手段 偷试上一两手 还有就是听闻韩家大小姐 韩飞雪的美貌 过去一窥真容的登徒子 再有的 就是与韩家有过节 存心想来看韩家笑话的人了 看到周围的人越聚越多 韩飞雪也知道这一次 怕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拒绝这场赌斗了 虽说他的确有一些精品 是依托作为努力的 被奴役家族的帮助修复出来的 但他本身的健保术 也十分有天赋 若不是因为年龄原因 还没有被人称上健保大师 本身也已经相差无几了 再怎么样 至少也比这个刚才还并急乱投医 疯狂翻看寻龙爵的散修要强 虽然这散修主动挑衅 要跟他比试健保有一点蹊跷 可能他确实也有几分健保的手段 但是树叶有专攻 即便这个散修的实力神秘莫测 韩飞雪对于自己在健保一遇上 也有极强的天赋和自信 想到这里 他已是淡淡一笑 却没有直接与秦峰搭话 而是对鬼先生说道 鬼先生 你这一批领保碎片里有不少的宝贝 若是到了不懂门道的人手里 怕是明珠蒙尘 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良情则木而期 东西也是如此 你总不希望这些领保和骨气的碎片 被人拿去当废料给扔了吧 哪里知道鬼先生冷笑道 老夫手里的寻龙爵已经卖给那位散修了 你有什么话 跟他说去吧 秦峰知道 韩飞雪这事为韩家以后向鬼先生一族报复 埋下伏笔 如果鬼先生执意要把寻龙爵以及外面的领保碎片一股脑都卖给秦峰 那么鬼先生自己就无法自圆其说 也就给韩家落下了话柄 或者说 除非秦峰能够帮鬼先生夺下这张符路 鬼先生一族就永远都会被卑鄙的韩家撤走 若不是秦峰暂时不想曝露身份 秦峰恐怕直接就动手去抢了 秦峰也不愿意直接去抢 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跟上名次的健保大师较量一番 秦峰一向不惧树叶博杂 诸子百家当中本来就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流派 比如阴阳家 小说家都在其中 这些后来也都构成了诸子百家的儒道力量 飞升之后 秦峰对于儒道的精进 远不如仙术来得多 要知道 仙术脱胎于下节的武道根基 服以道家部分法门 但仍是一步不一个脚印的进步 儒道则是亦有名物 便会一日千里 若是能够从健保术中得到部分灵感 曾经如道修为 反而是不一样的奇遇 鬼先生冷笑道 你自己跟那个小子说去吧 你想要以此威胁老夫 全无任何用处 秦峰却是自己开口了 刚才这位小姐说在下不懂门道 那小姐必然家学渊源了 不才 在下也粗通一些健保之术 不如与小姐切磋一二如何 韩飞雪听到这话 冷声道 我们天玄成礼 根本没有无赌注的赌气 你若想跟我比斗 你的要拿出你叫我满意的赌注才行 否则的话 你以为我堂堂 韩家大小姐韩飞雪 会随便接受别人的赌约 秦峰听到韩飞雪的话 忽地冷笑了起来 我知道你要什么样的赌注 他抬起手来 末地取出那一本《寻龙诀》 朝着他晃了晃 冷笑道 你想要这本《寻龙诀》 对不对 韩飞雪美目唯唯一瞪 冷意之中略带几分诧异 你愿意拿出这本《寻龙诀》 来跟我对赌 秦峰依起眼睛道 没有问题 不过 你也要拿出让我满意的筹码才行 韩飞雪看到秦峰依着眼睛 似是不怀好意的样子 语气唯唯一寒 冷声道 你要本小姐拿出什么样的筹码 话音落下 整个小屋之内皆是一片吵杂的焦头接耳之声 很多人不知道秦峰的来历底细 皆是有许多质疑之声 有人甚至觉得这名散修有华众取宠的嫌疑 或者说 看起来这样模样年轻的修士 说不定是看上了韩飞雪的美貌 是用这种方式来吸引韩飞雪 以及韩家的注意 秦峰自是没有去管那些个闲言碎语 他淡淡说道 灵精 仙气 仙丹 我都没有什么缺的 就要你手里那本福禄好了 话音落下 鬼先生陡然一惊 他根本没有想过 也没有指望过这个才见过一面的小子 居然会放弃远走高飞 见好就收的机会 反而会帮助鬼先生一族破除诅咒 秦峰看向韩飞雪 淡淡笑道 韩家大小姐 你不会是 不敢了吧 韩飞雪玄机冷笑道 既然你自己要将寻龙爵拱手相送 那本大小姐就确之不公了 鬼先生轻壳一声说道 老夫来作为赌气的裁判 两位意下如何 秦峰自是点头 韩飞雪确实冷笑道 鬼先生 你来做裁判 必然会偏向那名散修 恐怕会有失功允 还是由我来向韩家 请求一名健保大宗师 出来作为裁判比较合适 这话一出 李纯道已是笑道 韩家大小姐 你是真的傻 还是心眼坏啊 你请韩家一位健保大宗师过来 若是不偏向你 那才奇怪吧 如何能保证你们的健保大宗师 不偏向你这个韩家的大小姐 如何证明 这一点比起登天还要难吧 鬼先生也跟着冷笑道 还有就是 作为裁判之人 要有比参赛两人更高的健保技巧 一般情况下必须是在场最强的健保师 你们觉得 除了老夫之外 在场还有什么人是能比老夫更强的健保师 韩飞雪一时语色 咬着嘴唇说道 但裁判也需与本长赌斗没有利益纠葛才行 鬼先生冷笑道 我已将寻龙爵连带着满地的领宝残片都卖出去了 我不过是一个过路的老年人 跟我能有什么利益纠葛 韩飞雪只得说道 好鬼先生你来做裁判吧 不过你若认为哪件物品的价值高 必须要说出明确的原因 以及作用来历 怎么样 鬼先生点头应允道 可以 他看向秦峰 眼神之中带有一丝善意 缓缓说道 好了 看在你是一个外遇人 我就提前来告诉你一下赌气的规则 免得你说我没有提前说明 你我在一炷香的时间内各选一件残片 选定之后交给裁判评定价值 价值高者为胜 如果执疑判定不公 可以说出自己的理由与裁判辩论 显然 这是鬼先生怕秦峰不懂规矩吃了大亏 故意提醒他的 韩飞雪冷声道 外遇人 你可听清楚了吗 秦峰被韩飞雪这一提醒 便淡然笑着 接上话茬说道 如果辩论之后仍旧不服呢 那就用这个韩飞雪一边将风衣领子拉了起来 一边从手中的虚拟戒指里取出一袋如同水晶一般晶莹的粉状物体 摊了一点在手心里示意给秦峰看 这叫做石之沙 乃是北斗玉的特产 每一粒都相当于一枚灵晶一般珍贵 如果抹在残破的灵宝上 可以在半刻中内恢复它们完整时的形态和威力 韩飞雪解释说道 不过这石之沙是消耗品 如果要彻底修复灵器 那就需要石之金 价格是石之沙的十倍不止 如果要动用石之沙 这个费用不会由裁判来承担 而是由提出者来负担 秦峰又问道 恢复威能又能如何 在一旁的黎纯道说道 届时就可以用摆下钢来测试灵宝和骨气的威力了 留下的痕迹越深 威力越强 价值就越高 秦峰淡淡一笑 开口问道 如果我修复出来的是一件如虚拟戒指这般的辅助性仙宝 我岂不是必输无疑 秦峰的话还没有说完 鬼先生已是抢先解释道 鉴于大部分北斗玉出产的骨气和领宝都是攻击属性 所以赌气有一条规矩 那就是虚拟属性价值高于攻击属性 辅助属性又高于虚拟属性 当然了 除了公认的积乐辅助属性除外 哦比如说呢秦峰不禁问道 鬼先生一脸严肃地解释说道 比如说 在这北斗玉里 有人开出了一件取暖用的辅助属性的骨气 叫做暖洋玉 说白了就是取暖用的 实在是积乐的可以 不是吗 秦峰点了点头 开口问道 也就是说除非开出非常激热的辅助属性 就算是再强的攻击领宝也比不上辅助领宝价值高 对不对 那好吧 既然赌斗条件都已经知晓了 秦峰拍了拍手掌 淡淡一笑道 那就开始吧 第2185章赌斗之战 听到秦峰这般说话 在一旁的韩飞雪已是忍不住冷笑道 规则你是知道了 你也知道辅助领宝比攻击领宝要珍贵 但是你也得有这个眼力才行 韩飞雪看了秦峰一眼 带着一丝傲气说道 我健宝十几年 也就见初步超过五件辅助领宝 十几年 秦峰不禁笑了起来 韩家丫头 你周身不见有任何先例波动 那你年龄应该是实际表现的年龄 看起来不过才十四五岁吧 十几年 你打娘胎里出来就再见宝 韩家大小姐三岁试字 四岁通读家中健保典籍 开始健保 如今还真有十几年的光景了 站在秦峰身边的黎纯道低声提醒道 至于是不是真的 还只是韩家为了帮她造势而做的传闻 就不得而知了 韩飞雪冷声道 闲话休说 鬼先生去点好一炷香 一炷香时间之内 我们选择好参与用来堵斗的三件残片 再回来一决胜负 老夫这就去取香炉 鬼先生也站起身来 朝着礼物走去 片刻之后 在铺满各式各样灵宝和骨气碎片的庭院里 一口蒲竹的黄童香炉上 一炷香烟鸟鸟 鬼先生奉上香 口中嘟弄了一句 似是在祈求上仓 至于是祈祷什么内容 就让人实在听不清楚了 只见他扣揉着背 转过身来 轻咳一声 开口道 选一块残片 一炷香的时间 第二炷香的时间 选第二块残片 以此类推 第三炷香选第三块残片 三炷香后堵斗结束 好了 本次赌斗正式开始 鬼先生话音刚落 韩飞雪居然静止 就朝庭院的一脚走了过去 几乎没有怎么思索 就从碎片里剪出来两大两小 四块碎片 大的两块碎片都差不多有末盘大小 上面刻着繁复的阵纹 小的两块 一个有半个手掌大小 还有一个则只有手指粗细 看起来似乎是一件暗器的残片 看到这一幕 周围看热闹的人 皆是小声嘀咕了起来 剑宝的本事炉火纯青啊 不愧是韩家的剑宝天才啊 这么快就从数量如此众多的碎片之 重选出要用来堵斗的残片了吗 也有一些与韩家不睦的人 则冷声说道 什么剑宝的本事炉火纯青 作弊的本事炉火纯青才是 韩家与这鬼先生 不知讨要过多少回寻龙爵了 这丫头必不是第一次来了 以她那种剑宝天才少女的提醒 看到满地灵宝和骨气的碎片 肯定会一时寄养 忍不住看看 就算不能偷偷拿走 也会见赏一番 现在她直接走到一脚就挑出了四件碎片 显然是有备而来 早就看好了这四块残片的价值 以韩飞雪的眼力 这四块残片至少也是这么多残片里中上等的价值 那些个其他剑宝家族的高手纷纷说道 只可惜了这个外遇人了 他输定了 且不说这个外遇散修能不能在一炷香的时间内找到有价值的残片 就算找到 恐怕也不如 韩飞雪花了不知多少时间仔细挑出来的残片之前 有人看了看秦峰 又看了看香炉之前 坐在一块草仆团上的鬼先生 低声分析说道 就看那个叫鬼先生的老头会给这个年轻人一些提示了 若是他提示一些 这小子可能还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胜算 只是从鬼先生刚才上过那一炷香 宣布赌斗开始到现在 他一直是眼关鼻 鼻关口 口关心 端坐草仆团之上 如入定一般 别说开口提醒秦峰了 眼睛都没有睁开 似乎是为了保证赌斗的完全公正 免得再被韩家抓了画饼 所以他才如此这般 这样看来 他完全不像是要指点秦峰的模样 有一些想要以小博大 贪图秦峰战胜韩飞雪的陪律 而在他身上压住的人 顿时就慌了 完了 完了 这小子这回真是输定了 韩飞雪将四块残片放在地上 坐在一块石墩上 又精挑戏选了一番之后 放下了那最小的 像暗器一般的残片 直起身 拍了拍风衣上的尘土 显然心情大好 对着鬼先生冷了过一笑道 鬼先生 我选好了 一共就是这三件 另外两炷香的时间就让给他辨识了 也就是说 这么快 雷纯道惊呼了起来 他肯定早就找好了这几块残片 这这简直就是作弊啊 黎纯道这样一说 人群之中与韩家有关系的人 立刻对他投来了敌视的目光 但也亏得黎纯道刚才情急之下 把这句话给挑明了出来 当即鬼先生就说道 丫头 赌气虽然没有规定 不能提前看好自己中意的残片 但你已差不多是健保大师了 还用这种方式对付一个名气 还没有你一半大的人 为免胜之不武吧 为等韩飞雪回答 一直没有开口的鬼先生 终于冷冷说道 丫头 你既说韩家健保数十至名归 不用这提前挑选好的四块残片 就算是一炷香的时间里 真的去重新挑上一件 也是胜算很大的 你为何要用这等卑鄙的方式 打之韩飞雪听了鬼先生的话 冷冷一笑 狡辩说道 鬼先生 我并非提前看好了这四块残片 实在是因缘际会 妙手偶的 一眼就相中了这几块残片 说着 他伸出鲜鲜玉指 捏起地上那块半个手掌大小的残片 对着鬼先生展示了一番说道 这上面的阵纹以蓝色红色为主 中带一点金 金色似乎是一件什么灰迹的一部分 近代阵纹时都以金色为主 上古皇朝时据说王朝禁止所有非皇族成员使用金色 连修士也不例外 所以郑文多为蓝色 红色 韩飞雪坎坎而谈说道 此物我一眼看到就知道不凡 只是妙手偶德 之前并不曾见过 他还不忘记攻击鬼先生道 鬼先生 你这般为了帮那小子 可是一点都不像一个不偏不倚 公平公正的裁判啊 第2186章行风的婚招 听得韩飞雪的一番狡辩 鬼先生也不可能抢令韩飞雪 不得选这三件残片参加赌气 只是冷恒一声 公道自在人心 随你罢了 也了解一些健保知识的黎纯道 有些忍不住 冷声挖苦道 我说韩小姐 以你的实力 还需要作弊吗 就算你现场找 我这位朋友也不见得有一成机会赢过你吧 至于你这样欺负人吗 而且你作便作了 还不承认 韩家都这么不要面子的吗 韩飞雪面对黎纯道的怨气 淡淡一笑 也不正面回应 寻龙绝价值连城 所以我绝对不容许有一星半点的差错 莫输是一成胜算 半成都不可能给你们 死星吧 下次记住了 不要随便跟人赌气 会输得血本无归的 蠢货 身为天玄城分舵之主的城内暗夜之王的黎纯道居然被一个毛可能没长期的小丫头骂蠢货 就是你人也有几分火气 灯时五指如刀 就要对韩飞雪出手 也亏得秦峰按住黎纯道的手 这才救下了韩飞雪一条小命 得罪天赐盟这样的暗夜势力哪里是这么好受的 若是真把天赐盟给逼急了 圣地之主都可以照杀不误 秦峰按下黎纯道的手 出其地没有生气 他看向鬼先生淡淡说道 那就由在下去选残骗好了 盟 古兄 黎纯道情急之下盟主两字差点说出口来 赶紧念了回去 但他依旧拉着秦峰劝说道 还选什么吗 没得选了 这丫头不要脸 他作弊 谁会是他的对手 走 这赌局本来就不公平 现在更没得比了 韩飞雪听得黎纯道要打退堂鼓 心里虽然有些不悦 但想到如果这个散修主动认输 冷冷一笑说道 你这不懂规矩的粗野万语人 你以为这个赌斗是下了约 见识不妙就能直接走的吗 韩飞雪薄薄的嘴唇毫不掩饰计较 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吗 自动认输也可以 留下寻龙诀 然后你们就可以滚了 黎纯道脸色骚然大变 阴森起来 力声喝道 不知死活的韩家丫头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韩飞雪忍不住又计较道 要求堵斗的也是你们 现在你们又想动用蛮力来欺负我这一个弱女子吗 你们可真是男子汉大丈夫啊 黎纯道正要发作 陡然一只手拽住了她的衣袖 拽住黎纯道衣袖的人正是秦锋 我何时说不比了 黎纯道是诧异 秦锋居然不知死活 明知前面是陷阱还要往里面跳 韩飞雪则是诧异于秦锋 居然试破了她的激将法 阻止了黎纯道取消赌约 破坏了她的全盘计划 这是我与你的赌斗 放弃不放弃 当然应该是我说了算 秦锋说完 一把将黎纯道的手拽了回来 对着韩飞雪问道 那么我可以开始了 请便 韩飞雪笑道 你只管挑就是了 我甚至可以允许你把三炷箱的时间都用满 一次把三件一起挑出来 免得我每次中间都要等你一炷箱的时间 好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秦锋也不跟韩飞雪客气 静止走到庭院中间 在杂乱的灵宝碎片之中搜索了起来 即便秦锋脑海之中拥有诸多北斗欲强者的健宝经验 又新的全本的寻龙绝看了 凭借他两世如胜的能力 过目不忘是应有之意 但书里看到的 别人告诉你的知识 在实际操作起来 难免会有纸上的来中绝浅的感觉 这也是秦锋为什么要主动跟韩飞雪赌斗的原因 只是 事情并不依凡风顺 甚至都有一点麻烦棘手 且不说庭院里密密麻麻堆积着的各式各样的残片 数量有多惊人 单说要挑出可以压住韩飞雪选中领宝的残片 其困难程度就足以让天玄城里大部分正宗的健宝大师却步了 何况是秦锋一个从来没有健宝过的新手 秦锋趴在地上 几乎一块一块地看过去 可以清晰听到他踩在碎片上的笼笼声响 就在秦锋忙碌的时候 却是不少人都说起风凉话来 你看那土包子 左看看 右看看 就好像根本不知道该选什么式的 就这种水准还想跟韩家大小姐赌气 哼 你看他拿起来的那一片 惊鸿相间的正文 一看就是最近几百年的东西 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值钱的远古宝贝 真不知道是谁借给他的胆子 此时这些站着看戏不腰疼的人直接出言讽刺 令人听得无比扎耳 秦锋却是充耳不闻 继续翻茧着面前的残片 不得不说 这批残片的复杂程度远比秦锋之前想象的要困难 由于长期堆放 风吹日晒 很多残片上的正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磨损 正文也出现了掉色 甚至更夸张的是 有的残片居然发生了秀石 群长反铁风吹日晒 不出百年肯定秀石殆尽 但领宝就算是金属材质 就算不是天才地宝 也至少是奇珍 奇珍居然都能够生锈 可见这些鬼东西堆在这里有多久了 但换言之 能够有时间摆到秀石的领宝必然时间久到离谱 秦锋知道还真有人到处去找有秀石痕迹的残片去修复赌人品的 不过大部分都是破损到用石之杀都无法修复 更滑稽的是有人心辛苦苦捡出来一件有秀石痕迹的残片 那人满怀欣喜地重金买下 结果修复的时候却发现不过是混入残片中的一块繁铁 久而久之 赌气时必开不选有秀石痕迹的残片 已经变成了健保师中人人知道的禁忌 然而现在秦锋就盯上了一块有秀石痕迹的残片 哼还以为是什么高手 原来是个废物 韩飞雪看到秦锋对着一块秀石的残片发呆 强忍住发酵的冲动 他毕竟少年星星 也不管是不是有提醒秦锋的可能 对着身后的鬼先生讥笑道 鬼先生 难道那个家伙真的不知道有秀石的残片 就算修复也不值钱 这条尝试都不知道 看来你们一族想要重获自由的希望 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第2187张健保术语如道 鬼先生看到秦锋似是要选有秀石痕迹的残片 有些浑浊的眼睛里顿时流露出焦虑之色 怎奈他现在是裁判 自是不可能出声提醒 只能看得甘着急 听到韩飞雪的话 秦锋却是一点都没有慌乱的意思 从材质上看 似乎是普通韩帖 但上面有雷火灼烧痕迹 根据《寻龙觉》上的记载 要么就是本身带有雷火属性的灵宝仙气 要么就是太过逆天 被雷霆批中的灵宝仙气 无论哪一件 都不是凡品 秦锋低下身来 用手在那块残片上摸了一摸 用《寻龙觉》上所记载的感知方法 顿时他的身体不禁微微颤抖了一下 但秦锋没有察觉到身体有任何的异样 唯独猿神似乎被电流窜了一下 竟是微微传出一丝麻木的感觉来 就好像触摸这件残片的并不是秦锋肉体的手 而是他灵体的手一般 这正是《寻龙觉》当中玄奥的健保法门 不是盗门灵体离体的手段 因为自始至终 秦锋都没有动用一丝一好的先例 没有修炼的人 周身力量都分散在四肢百骸 没有形成元神 更别谈灵体感知的能力了 偏偏这寻龙绝境可以用神秘的感知方法 让普通人拥有近乎灵体的感知能力 这便是秦锋坚持要坚收并需的原因 触类蓬通之下 当真与妙比生花的儒生虽不能飞天遁地 但可以文章熬游诸天苍穹 就好像神魂自由无拘束 直上九重天一般的神意 果然如此 秦锋从中有所明目 只觉得对于上界如道的感知 又多了几分 只是此时正在堵斗当中 他并没有时间去细细琢磨多想 这件残片必然不凡 想到这里 他直接把那一块残片选出来放在了地上 去找下一块了 蠢材 十足的蠢材 身后与寒家交好的围观者 当时强忍住笑意道 居然选有秀姬的残片 嘘 小声点 别告诉他 他知道了 我们还有什么好戏看啊 看着吧 一会这小子准地哭下来 鬼先生看到秦锋似乎心意已绝 也只能暗暗摇头 却也无可奈何 片刻之后 秦锋就发现了另外一件疑似为珍贵骨气的残片 那是一枚半岁的珠子 只刚刚凑到整体的一半 根据尝试 秦锋知道 宝珠多半都是辅助性质的灵宝仙气 供给属性的极少 看到这半美宝珠 应该是一件辅助性质的灵宝残片无疑 但是 石之鲨和石之鲸的修复 都是有限制的 只有体积大过本体一半的残片才可以修复 若非如此 一些珍贵的物品 岂不是可以通过石之鲨直接再复制出一件来了 不足本体一半的残片就毫无价值了 直接被称为是废片 如果淘残片的时候淘到了废片 那可真的是亏出血 如此一来 就是考验健宝师的第二个要点了 必须要学习取舍 要敢于判断是残片还是废片 这必须要熟悉各种领保鲜器的构造 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健保大师们失守最多的领域 倒不是选残片 而是栽在了放弃不放弃废片的领域里 只不过大部分的健保是因为实力所限 为了保险起见 根本没有人会去选有可能是废片的残片 即便是有可能都不行 从尺寸上看 现在我手里抓着的这枚珠子 应该是有一半以上大小的 秦峰把残破珠子拿在手里端详了一番 呼地 他发现了一件不太对劲的事情 这一枚宝珠的下方 有一处好像时间太久而被磨损了 看到这画面 秦峰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寻常健保师 肯定以为 这不过是宝珠被风霜侵蚀 留下的斑驳痕迹罢了 只有丰富经验的健保师才会知道 这根本不是什么风霜侵蚀 而是一件大灵宝当中的小部件 也就是说 这是一件地地道道的废片 如果秦峰不是有无数北斗欲强者的记忆 尤其是那些北斗欲强者 在健保当中失败的惨痛记忆 他哪里能一下子分辨出这是一枚废片 如果秦峰刚才选择了这枚宝珠 那么就会出现石之杀完全不能恢复的情况 继而让秦峰直接输掉赌斗 看到秦峰将一枚大有可能是有价值辅助领宝的残片放了下来 人群顿时又冷嘲热讽了起来 难不成他怕是拿到一块废片 胆儿太小了吧 这么点风险都不敢承担 还堵什么豆 回去娘胎里吃奶吧 只有一直暗中观察秦峰一举一动的鬼先生长输了一口气 暗道 好在这小子还有点理智 我看那宝珠虽然是一件辅助领宝无遗 甚至有可能是远古皇朝留下的真品 但极有可能是废片 他之前选有秀石的残片 本身就已经是险奇了 如果再出一个废片 就在这时 鬼先生后面的话直接就卡住了 老人的喉咙里就好像被掐住了一样 根本说不出一个字来 我去 这个混蛋 怎么放下了一颗珠子 拿了一颗看起来更不值钱的破珠子 鬼先生恨不得把刚才自己说的话给淹回去 这小子疯了吧 只见秦峰找了一圈之后 又拿起来的那颗珠子比刚才的还要小上一圈 只有半个柿子大小 勉强才到一半的体积 而且色泽暗淡发白 看不清楚的还以为秦峰手里抓了个雪球呢 0 您确定要选这个 离纯道这一次也进注了 虽说秦峰是他的顶头上司 但他对于这名上司已生不出阶层分明的隔阂感了 更多的像是朋友的关系 他现在的神态 就好像是在劝说买假货的朋友一般 鬼先生看到这一幕 也只得叹息说道 太疯狂了 这第二个明显是废片 就算他第一个赌对了 这第二个废片也足以让他直接输掉赌斗 太疯狂了 韩飞雪听到了鬼先生的话 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我赢下他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第2188章我选完了 虽然他赢下秦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是看到秦峰这样一个主动向自己挑战的剑宝师 居然连续两次出错 而且错得如此离谱 身为天玄城最年轻的剑宝大师 他还是流露出了一丝不懈的神色 我还以为会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 原来不过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罢了 韩飞雪在心中冷笑 但是一想到为了这个家伙 居然让他劳师动众 还险些作弊 韩飞雪心中就感觉到一阵不爽 对于韩飞雪的话 秦峰依旧是充耳不闻 转身就去寻找第三块残片了 此时三炷香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两炷香的时间 眼看着还有最后一炷香的时间 秦峰却发现了一个十分恼人的情况 找不到什么真品了 秦峰虽然拥有可以通过碰触这些残片 用灵体感知这些残片之前的属性和能力 在配合秦峰理解吃透后的部分健保术 的确可以把他健保的难度减低很多 但是一件一件残片碰触下来 再结合健保术去分析他们的价值 本身也是一个极端浩大的工程 更不用说还要再拿这些残片的价值去和韩飞雪选择的进行比较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如果能够触碰一下韩飞雪选的那几件残片 知道他那几件残片的情况 可能会少掉一些麻烦 秦峰在心里想着 但是真正却是不可能的 因为韩飞雪不可能让秦峰去碰他已经选好的三件残片 毕竟连秦峰都知道 赌斗中恶意破坏对方已经选好的残片 虽然赌斗会被直接判输 不过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依旧履静不止 就在这时 秦峰的目光放到了之前被韩飞雪选了之后撇下的那一块残片上来 想到这里 他快步走了过去 将那枚锥子一般的残片拾了起来 刚刚触手 秦峰就感觉掌心一阵针扎的刺痛 同时一股凛冽寒意让手中冰凉无比 险些让他打了一个寒战 这件东西不一般 秦峰心中立刻就做出了判断 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 抓在手里端详了起来 很快 就有人又鸡翘起秦峰来了 你们看 你们看 这家伙前驴技穷了 是啊 他居然捡小姐挑胜下来的 真是太没有出息了 以小姐的慧眼 显然认为那一件东西品质不佳 这才丢掉的 居然去捡破烂 这是自暴自弃了吗 当初 秦峰在抓起残片的时候就知道这东西必然不凡 但如果不假思索直接选下来 想要韩非学不生疑都不可能 当即在手里仔细揣摩了一番 硬是把时间耗得还有半炷香的时候 方才松开手 对着鬼先生说了一声 鬼先生 我选好了 鬼先生神情复杂地看了秦峰选出来的三件残片 一件带着锈时痕迹的金属残片 一个残破的白色珠子 一枚被韩非学选了之后抛弃的暗器残片 没有一件看起来好像是值钱的东西 这完全就像是一个糊涂蛋在随便选择想要撞大运啊 鬼先生想到这里 摇了摇头 却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对着韩非学说道 这位小姐你确定选这三件残片了吗 自然是确定了 韩非学奄然一笑道 倒是这位高手 还有最后半炷香时间 难道就这样直接放弃了吗 说不定会有会光一闪 有所收获呢 秦峰之他喊自己高手是在讽刺 当即笑道 如果能找到 现在肯定已经找到了 若是找不到 在蹉跎半炷香时间还是找不到 倒不如赶紧一较高下 分个胜负的好 也是 分个胜负 免得老有人觉得健保师这一碗饭容易吃得很 韩非学说完 抬起手来 将那两个磨盘大小的残片与第三块残片全数推到了鬼先生的面前 与此同时 秦峰也将三件自己选中的残片放到了的鬼先生的面前 鬼先生的目光在六件残片上扫了一下 原本如死灰一般的面色陡然微微一变 随即伸出手来在秦峰选中的有秀时的残片上摸了一摸 脸上居然露出了些许蓝色 怎么 鬼先生 你是怕直接盼这小子输了 怕他脸上挂不住吗 韩非学轻笑说道 出来跟人赌气 自是要有输得起的觉悟 如果输不起还是以后不要出来赌得好 秦峰听的韩非学的话 轻笑一声说道 是的 如果输不起 还是不要出来赌得好 前辈 如果您觉得这几件残片不好鉴定 可能会有失功允 导致韩家有异议 不妨直接就用石之沙 石之沙 韩非学不经冷笑道 这样简单明了的胜负判断 还需要动用石之沙吗 简直就是暴殿天物 就因为某个莽撞的蠢货不甘心吗 又有围观人里有人冷笑嘲讽道 这个臭小子 真以为石之沙是不值钱的东西吗 居然拿来这样浪费 可笑 再说了 石之沙的钱由谁来出 说得倒是轻巧 秦峰转过身来 对着鬼先生说道 石之沙的费用自然是由我全部承担 鬼先生可以大胆一试 只是我手边没有准备石之沙 不知道鬼先生那里有没有 鬼先生听到秦峰的话 虽然对于秦峰这种用石之沙 直接赌斗的败家子行为有些不可理解 但还是点了点头说道 我手里还留下一些早年留下的石之沙 不过数量不多了 说着 秦峰又从衣袖里取出一件东西递给鬼先生说道 这是我平日礼带在身边用的修炼丹药 暂且拿来递给鬼先生换这些石之沙如何 秦峰抬起手来 将手里的丹药递了过去 鬼先生接过白瓷瓶子 只看了一眼 顿时就惊住了 以你说这是你平日礼带在身边用的修炼丹药 秦峰递给鬼先生的乃是一瓶天仙丹药 鬼先生的震惊自是在情理之中 他淡淡一笑说道 不管多少 就当作是买鬼先生手里的石之沙了 够了吗 鬼先生连连点头 够了 够了 彻底够了 第2189章上古皇朝的天仙戏 围观人群包括韩飞雪在内 只闻到那白瓷瓶子在鬼先生打开看的瞬间 有一股异香扑鼻 不过 三瓶以上的第先丹药都会有一香 只有精通炼丹之术的修饰 或者是实力超群的修饰 才能够分出其中的区别 几乎没有修炼的韩飞雪与这些吃瓜群众眼里 行风这个看起来有点寒酸的散修 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 将自己身上最好的丹药说成是平日里自己随身携带的修炼丹药 充门面罢了 不过 若是要他们知道 这是整整一瓶的天仙丹药 拿出来足以让整个天玄城的修饰发疯的话 不知道将会做何感想了 鬼先生人老成精 如何能不知道擒风的来历非常 能够随手拿出来一瓶天仙丹药的人 怎么可能会是一个来历普通的散修 既然是来历非凡的散修 那必然不可能会是一个莽撞之徒了 如此看来 说不定这个散修当真有机会打败得了韩家的大小姐也难说 所以他才根本就没有点破秦峰身份的意思 只是点了点头 一抖手 从衣袖里取出一只晶体琉璃小瓶 抛给秦峰说道 里面装的就是石之杀了 他是你的了 他看向一把接住晶体琉璃小瓶的秦峰 脸上也终于有了一丝吸迹的神色 你选好残片 自己撒上去 就可以产生效果 鬼先生看向秦峰说道 祝你好运 哼 本小姐看你连石之杀都不知道 姑且出言提醒你一句吧 站在秦峰身后的韩飞雪冷笑道 如果石之杀抹上去 实习之内没有反应 那就是废片 你可不要诬赖鬼先生给你的石之杀是假货 对于韩飞雪的挑衅 秦峰一笑置之 摇了摇手中的瓶子 对着韩飞雪道 你选哪一件 韩飞雪信手一指 对着残片中最大的一块说道 随便了 就这一块吧 他摸地台起手来 一块残片徐徐落在他的面前 在这当口 秦峰近距离看了那张残片一眼 只见上面花纹饭经 甚至隐隐还有龙纹 按照剑宝经上的尝试来看 的确很有可能是一件上古皇朝留下的仙气残片 鬼先生看了看虽然模糊 但还是可见的龙纹 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 毫无疑问 以鬼先生的阅历 不可能看不出这绝对是一件宝贝 所谓石之杀鉴定 也不过是给秦峰一丝希望罢了 也就是说 这第一回合 韩飞学已经先生夺人 秦峰除非能够拿出一件更强的仙气 否则必输无疑 虽然鬼先生有言在先 并不是按照每一局的胜负来定的 而是根据三件残片的总价值来衡量的 但第一件领宝价值过高 以至于对方直接放弃了另外两场赌斗 自愿认输出局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 显然 这就是韩飞学的目的所在 秦峰当然不可能就被吓到 不过他目前手里的三件残片 从价值上要完全压过一件上古皇朝的仙气 恐怕会十分地吃力 因为传闻 上古皇朝得到了上界的支持 其中有很多都是高品质的天仙气 哪怕是秦峰从天府圣地故地里得到的天仙气 品质都比不上 因为各大圣地说到底只是上古皇朝的附庸 品质自然跟不上皇朝的库存 若是一般的天仙气 在这天玄城和天玄圣地里还真有可能难以引起多大的影响 所以 如果秦峰想要在天玄城里做出点声势来 就必须要在赌斗上做出名堂来 没有什么比击败作为健保新锐的韩家大小姐 可以吸引天玄圣地高层的重视 不过 反观秦峰选中的三块残片 首先 他选的第一块残片 在手上隐隐有雷电环绕 秦峰都能感觉到是海青围发麻 应该知道是一件领宝 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是上古皇朝的高级天仙气了 第二块残片 秦峰选中的是一枚雪白的珠子 应该是一件辅助领宝或者骨气 如果秦峰的猜测没错 价值必然是很高的 至于第三件残片 就是被韩飞雪选中后又抛弃掉的指头大小的残片 应该是某个暗器类的仙气 显然 连秦峰都看不出来底细 韩飞雪当然更加看不出来了 想必这就是他拿起又把这件残片放下来的原因 所以这枚残片是秦峰最大的依障 也是他最大的变数 秦峰稍一琢磨 将手里装着石之沙的晶体琉璃玉瓶子打开 轻轻撒了一些在手边带着雷霆之力的残片上 看到秦峰选好了残片 准备将石之沙撒上去的时候 韩飞雪也是从衣袖里取出一枚玉瓶 递给鬼先生 冷声道 请帮我撒上去 叫他死刑吧 鬼先生无奈 抬起手来 将玉瓶里的石之沙撒在了残片上 只见一团柔和的光芒从残片上升腾起来 大光芒如同膨胀的气球一般 原本磨盘大小的残片上升起的光芒 足足化成一座半人高的小塔 上有点点银芒闪烁如繁星点缀 隐隐化出一片夜空营绕齐上 零气化形 只有上古皇朝的高级天仙气才有这样的功效 而且看着意象似乎还不简单啊 人群当时都惊叫起来 不得了啊 居然又有上古皇朝的东西要出事了吗 这个韩家的大小姐看来是真的有本事啊 完了完了 这万遇的散修书定了啊 鬼先生看着面前的残片 不过是恢复了半颗时间的威能 居然都能够显出这样意象 他的眼神之中 最后的一点蹊跡刹那之间熄灭了 韩飞雪看到鬼先生的神情 就像是得到了自己猜测的作证一般 他看向在场所有人 陈生说道 我凭借我的所学判断 这一件东西应该是健保经中记载的上古仙气繁星塔 兼具我们现在虚弥领保和辅助领保的功效 不仅可以收纳东西 倘若镇压在世海之上 还可以防止邪火攻心 帮助主人抵御精神冲击 话音落下 他看了看秦峰 冷笑道 这样珍贵的辅助领保 想来整个院子里也找不到第二件了 你若是现在认输 不仅可以说得体面一点 还可以少浪费一点大家的时间 第2190章差距不大 听到这话 秦峰还没有说话 鬼先生却是看着面前用石之沙幻化出来的繁星塔 微微点头说道 的确是非常珍贵的双属性仙气 而且是天仙气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鬼先生说着抬起手来 指了指繁星塔中间的一点空隙说道 你看 这一座繁星塔当初已经损毁了大半 就算修复 恐怕里面的虚密空间也已经毁坏了 也就是说 这座繁星塔已经不是双属性仙气了 只能算是一件辅助仙气 韩飞雪听到鬼先生的话 微微有些不悦 但依旧脸上带冷笑 说道 鬼先生 你在偏袒那个散修也无济于事的 你应该知道辅助性灵宝的价格高于普通攻击性灵宝 更不用说是上古皇朝留下的古天仙气了 即便这是一件辅助性的天仙气 恐怕价格也不在一万枚极品灵金以上吧 一万枚极品灵金 周围的人听到这话 即是一惊 一万枚极品灵金 都已经相当于是城内一个较大家族所有资产的总和了 当真如此值钱 鬼先生想了想 最后还是不偏不倚地对秦峰说道 韩家丫头没有瞎报价 事价上一件辅助性的极品天仙气的确是一万枚极品灵金 但考虑到这件繁星塔本身有损毁 作用也仅仅只是镇压世海 老朽给出7000枚极品灵金的价格 然后 这些残片案本都已卖给了那位散修 价格上再去掉1000枚极品灵金 一共是6000枚极品灵金 应该还是公允的吧 之前 韩飞雪用4000枚极品灵金来买食物子里所有的灵宝碎片 以及一本《寻龙诀》 当时看来可能觉得是一笔巨款 甚至有人会觉得韩家是网开一面 故意用高价换给鬼先生一个安逸的晚年生活 现在看来 情况远远不是人们想的那样 这件食物子里残片 价值也是非凡 仅仅是刚才的那一块残片就已经价值6000枚极品灵金了 几乎多赚了一半 而且这还是在鬼先生明显应该是故意压低价格的基础上 倘若是按照市价 肯定还会更高 一本万利啊 秦峰听到鬼先生的话 知道鬼先生已经在尽力压价了 即便他刚刚接触剑宝 也看得出来这繁星塔的确不是繁物 如果不是这件灵宝天生在上古时候就损坏被修复过一次 有自带的缺陷瑕疵 恐怕这一件高级天仙器就可以抵得过秦峰手中三件残片全部的价值 讲到这里 秦峰轻轻点了点头说道 我也愿意接受这个评价 下面请看看我的残片吧 哼 你还要再比吗 听到秦峰的话 韩飞雪不禁吃笑道 好 若你要再比 那就继续比下去好了 反正你有一点 你记住了 韩飞雪脸上的轻蔑之色更甚 反正你拖得越久 不过是叫你说的越难看罢了 还是本小姐在赌斗之前就跟你说的那句话 你这是自取其入 秦峰也不与韩飞雪打嘴仗 他现在的目标已经不是赢下第一回合 而是要尽力争取缩短与韩飞雪的差距 韩飞雪很有可能是把最有价值的残片给拿了出来 为的是先生夺人 好叫我直接放弃 这样一来 如果能够顶得住压力 也许后面两件还有翻盘的可能 想到这里 秦峰信守将鬼先生给自己的石之沙 撒在了面前的雷电残片上 只听得石之沙在接触到残片的瞬间 陡然发出滋滋滋如同电流一般的声音来 嗯 就在众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了那一块残片上来时 变乱陡声 只见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外面一道雷霆从天而降 狠狠批在了那一枚残片还没有凝结成形的光芒上 奇怪的是众人明明看到那一道雷霆从天而降 却是没有人听到雷声 残片也没有被更进一步损坏 一切看起来就好像是幻觉一样 但是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觉得是海微微刺痛 这种感觉又无比真实 很显然 这是一件有着特殊效果的灵宝 而且从品级上来看 绝对不像是天仙气以下 就这样愣了足足有半赏 众人才回过神来 只有秦峰墨地闪过寻龙绝中的一句话来 那是对一种上古皇朝天仙气的点评 雷芒玉 传说制成仙气后可招来雷霆天度的材料 本界无有 上界一极其稀少 如修复者无有抗击天节之准备 切莫尝试修复 以免惹祸上身 刚才 秦峰利用十之杀并没有真正修复这件天仙气 而只是暂时将它复原 果然就招来了近乎真实的雷霆幻象 雷芒玉 居然是雷芒玉啊 人群之中有试获得剑宝师终于回过神来了 雷芒玉造成的仙气 李居然能找到雷芒玉的仙气 开什么玩笑 可以招来雷霆天度的仙气 传说中因为威能太强而被禁用的东西 也会出现在这样的破烂堆里 一开始仲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 等听这些各种门道的剑宝师都惊得大呼小叫的时候 他们也惊住了 算你瞎猫碰了死耗子 居然找到了雷芒玉制成的骨气 韩飞雪有些不甘心地说道 不过这也无所谓 因为雷芒玉是攻击领宝 在珍贵 价值也在辅助性领宝之下 你还是比不过我 鬼先生被韩飞雪这样一说 看了看秦峰的雷芒玉制成的骨气 此时已在石之杀的力量下初步形成了雏形 竟是一柄雷芒利刃 这一块残片正好是利刃的刀身 毫无疑问 这是一把雷芒玉制成的强力攻击法器 鬼先生想了想之后说道 这雷芒利刃虽然是好东西 但毕竟只是一件攻击性仙器 即便再好 也要比凡星塔这件辅助骨气要稍逊一筹 说到这里 韩飞雪的脸上微微流露出的一只色 鬼先生便继续介绍道 但是这雷芒利刃也并非凡品 应该还兼备神士冲击的能力 相当于是半剑辅助仙器 所以我给出的评价是五千枚极品灵精 雷纯道听到鬼先生的话 刚才还担心差距过大憋着的一口气 总算是吐了出来 但另一个人立刻就叫了起来 老头 你又偏谈这小子了吧 凡星塔怎么可能只比那剑破烂多贵了一千枚灵精 第2191章城主讲家 开什么玩笑 老头 飞雪妹妹鉴定出来的是凡星塔啊 那可是剑宝经里都有记载的真品古戏 怎么可能价德跟他这个小子破烂就相差一千枚极品灵精 书画之间 只见一名鹰勾鼻子 算不上俊美 线条却还算硬朗的男子缓缓从人群之中走出来 他的身材笔直如剑 头戴乾坤紫金罐 腰系飞龙玉佩 这一身行头都是仙气 必仙气 天仙气皆有 已算是富贵非常了 只见那人没有穿漆黑斗篷 也没有戴风帽 而是身穿金白两色的服饰 验然如神人 所过之处 也是人群自动自觉纷纷散开 就好像那人身上有什么仙术一般 令鬼是李打扮的痴妹王两退避三社 秦峰看向那名年轻人 实力是第先妻节 莫说是在天玄城里 就是在天玄圣地里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 算个人物了 这还不是最叫秦峰注意的 最有意思的是 在他身后五不远的距离 若即若离地占着两名高手 皆是第先八节的实力 显然是在暗中保护他 天玄城里有个第先妻节的青年才俊 不算什么特别稀奇的地方 毕竟这里等于是天玄圣地权贵们的自留地 养得二世祖多正啊 虽然其中大部分都是混吃等死 不成才 或是修炼到了真人境界就沾沾自喜 以为自己是个大高手了 从此沉溺于找其他圣地的女修做道理 总之各种陷入声色全马之事 境界提升的事自然也就黄了 但再多的歪数苗 总归会有一两根根正苗红的 哪怕是误打误撞不是吗 可是一个第先七节的二世祖 身边跟了两个第先八节的强者暗中保护 这事情就很蹊跷了 虽说秦峰现在是第先九节了 可能拍死九节以下的一般修士 除雀峰七月这样的神体 或者是张霄这样的自武帝灵渊的魏帝体 基本上全力失为之下 也就跟拍死一只苍蝇没什么两样了 但别人不同嘛 第先八节在南斗玉第一的天府圣地 都可以坐上长老了 却给这年轻人在这作案中保护的鹰犬 这事情还不稀窍吗 秦峰本能帝感觉到 这年轻人的身份来历并不简单 但秦峰不会这么快发作 而是坚默不语 一副任由对方欺辱的态度 实则是他静观其变 谋而厚动 果然 那年轻人就上钩了 他朝着鬼先生立鹤道 老头 你现在重新给飞雪妹妹和那小子凭一次价值 我给你一次机会 若是你再犯老糊涂 今天我就拆了你这间石头屋子 让你睡大街上去 听到这话 人群之中皆是有人窃窃私语起来 信奖的未免太霸道了一些 居然欺负一个老头子 真是有够不要脸的 樊心塔虽然是真品 但雷盲玉匕首也不是樊品啊 说是差距在一千枚极品灵精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甚至都觉得差距多了点 哪里有什么偏袒 真是 鬼先生冷冷一笑说道 公道自在人心 蒋家的小鬼 可不是你说就有用的 谁知那奖姓青年冷声笑道 我们蒋家是天玄城的城主 我就是天玄城的少城主 难不成凭了你一个糟老头子的石屋子 还不可以吗 他嚣张跋扈 眼露凶光 兵住所有身披斗篷的鬼市中人 冷声道 我父早就觉得鬼市这等藏屋纳垢的地方 根本不值得继续存在下去 若你们今日谁敢多管闲事 我可以少城主的名义 将你们这些见不得人的痴妹王两职 直接格杀当场 这地先七节的修士志的一满 毫无忌惮道 管你们是谁 到时候大可到我们蒋家的城主府 来找我讲中算账 他冷笑道 就怕你们没这个感色 人群当中还有人低声道 天玄城里从来只有城主 哪里有什么少城主 但那些人往往很快就被两名 隐藏在暗处的地先八节高手针对 威压之下静若寒蝉 浑身啵嗦 连站都站不稳了 听到这话 似是连寒飞雪都有一点看不下去了 感觉蒋中闹得有点过了 蒋中却是抬起手来 只向秦峰冷笑道 小子 劝你事项一点 立刻弃拳并向飞雪妹妹道歉 而且要磕头道歉 否则的话 我绝不可能让你活着离开天玄城 听到这话 秦峰脸上依旧云淡风轻 甚至略带笑意说道 好一个嚣张跋扈的少城主 当真是英雄初少年 他略带深意道 只是你这么一脚 这一场赌斗还像话吗 难不成是韩家大小姐已经被在下逼到了绝境 不得不依赖先翻牌桌来卑鄙地取的胜利了吗 秦峰一语落下 韩飞雪只觉得眼皮一跳 心里像是被砸了跟针一样难受 蒋中这丝的确是一直对他照顾有加 还死缠烂打要韩家的家把韩飞雪家竟成竹府蒋家 但是蒋中大部分的行为都如今日这般 霸道蛮横 甚至有点不讲道理 死缠烂打之下 并没有让韩飞雪觉得蒋中很霸道 很硬气 很宠自己 反而更多的是如今天这般的一盘烂泥 好好的计划被砸得乱七八糟 他终于忍无可忍 皱眉低喝道 蒋中 你给我退下 不要插手 蒋中被韩飞雪这样当众呵斥 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 简直就像是被人当众甩了两个巴掌似得 若是旁人 他早动手撕碎那人的喉咙了 可偏偏呵斥他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他这般出力袒护的韩飞雪 如何能叫他不憋屈 不恼火 他狠狠咬牙 刮了韩飞雪一眼 默默退到了后面 暂且先忍下着口气 等着婆娘嫁进我们蒋家 一定要好好教训调教 在床壁之间百般蹂躏她 好叫她知道谁才是谁的天 蒋中盯着韩飞雪身披抖篷的窈窕背影 几乎一口牙齿咬碎 在心内恶狠狠地想到 秦峰看了看鬼先生 又看了看韩飞雪问道 韩家大小姐 这第一轮堵斗的残骗价值 你接受吗 韩飞雪想了想 开口说道 算你走了狗屎运 不过再怎么样 我跟你的差距也有足足 一千枚极品零金 你翻不了盘的 鬼先生听的这话 赶紧追问道 那韩家丫头 你就是认可这个价值了 韩飞雪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 鬼先生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看向众人说道 好 那么开始第二轮堵斗 两位请把残骗拿出来吧 第2192章逆袭开始 韩飞雪乃是天玄城 乃至整个北斗域都有名声的健保师 居然与这个来历不明 身份不明 什么都不明的散修堵斗健保 第一回合下来 只多胜出一千枚极品零金 在寻常健保师看来 一千枚极品零金已经是极大的差距了 在韩飞雪看来 则是奇耻大辱 要知道 即便是一些成名已久的健保师 只要没有被尊奉为大师的 都少有在他手里 撑过第一个回合不弃权的 所以韩飞雪才得到了 若不是年龄上 又必然有健保大师头衔的评价 只是如今 被秦峰这样一个散修 给撑过了第一回合 等于把他的健保大师 以下不会到第二回合的 金字招牌给砸了 他如何能不生气 关键面前这个散修 讨厌就讨厌在 一千枚极品零金的差距 其实还是很大的 对方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迷一般的自信 觉得韩飞雪后面两件领保 居然会比不过他 或者说 这个散修就是跟韩家有过节 所以就是来坑韩飞雪名声的 哪怕明知保不住寻龙爵 也要韩飞雪付出巨大的代价 无论是哪一个原因 韩飞雪看向秦峰 都感觉越来越压抑愤闷 恨不得与秦峰打上一架才好 当然了 这都要是他能够打得过秦峰的前提之下 韩飞雪看着秦峰去取第二块残片的背影 深吸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说道 想来是这散修之前并急乱投医 翻越那群龙爵石墙记下了一些雷芒欲的特征 暗图所记 找到了这一件残片 哼 顶多也只能算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罢了 无论如何 那么这一轮还是我赢了 韩飞雪恨恨道 只可惜他瞎猫碰了死耗子 否则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去比试下面两轮了 我一定要叫他比得越久 输得越难看 叫他后悔现在的决定 此时 秦峰心如明镜 根本不曾受到韩飞雪一丝一毫的影响 他自存道 虽然第一场赌斗输了 但差距拉开的并不大 一千枚极品铃金还在可以反超的范围之内 秦峰在心里盘算道 以韩飞雪一般第一轮结束就让对手弃拳的套路 这第一件应该是韩飞雪把握最大的一件 却只跟我拉开了一千枚铃金的差距 后面两场我的赢面只会更大 此时 鬼先生看到韩飞雪的表现 脸上微微流露不悦之色 却也只是一闪而过 侧身对秦峰说道 好了 时间宝贵 我们开始第二件残片的鉴定吧 我的第二件残片选这件吧 韩飞雪从面前的石桌上拿起那手掌大小的残片 比上前来说道 鬼先生 看看这一件残片价值几何吧 他看向鬼先生 冷声说道 我可有言在心 这一件残片虽然残破 但肯定是可以完全修复的 可不像刚才那件繁星塔的残片那般要打那么多的折扣 鬼先生知他话里有话 也不应声 看向秦峰问道 好了 阁下选哪一件残片来对这第二局的赌斗 秦峰见韩飞雪成竹在胸 也是淡淡一笑道 那我就拿这一件吧 说着 他把面前的半个雪球朝鬼先生的面前推了一推 你疯了吧 你还真选这个啊 李纯道一下子没忍住喊了起来 他话音刚落 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 一个分堕的堕主 居然敢说盟主疯了 那才叫真是疯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的 李纯道对于面前这位盟主 就是严肃不起来 与在窟窿山脉时见到盟主身影时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前者像是让万人战力跪拜的魔神 如今的后者却好似是一个与他年龄差不多 还可以互相打闹的玩伴一般 但毫无疑问 前者只是叫人聚 叫人怕 后者却更加让人亲近 生出更多想要为他效命 与他共同做点大事的心心相习之感 李纯道失言 秦峰却没有在意 因为围观人群的恶意更甚 真是失心疯了 是啊 有秀时的残片鉴定了一个好东西 那是狗屎运 难道还会有第二次 韩飞雪此时也是略为吃惊 随后脸上不屑之色更浓了 有意思 居然还真敢拿这件东西出来 也不怕是废片 输得血本无归吗 不过就算不是废片又能怎么样 韩飞雪在心中想到 我这一件残片色泽惊轻 至少也是一件天仙气 上面至今还蕴含丝丝天地灵气 与现在的天地灵气略为有差别 极有可能是稀有的造化天仙气 韩飞雪不禁冷笑了起来 如果不是我对于上面基础花纹有存疑 必然刚才拿出手的就是这件残片而不是繁星塔了 他逼你这面前的秦峰 如在看一个失败者 若是以为我韩飞雪 只有第一件件出来的是真品 后面越来越不行的话 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韩飞雪思索之间 鬼先生已是将秦峰地上来的那半个雪球 和韩飞雪送上来的残片并排放在了面前 端详良久后布满这纹的脸上流露出了失望之色 前辈 你摇头是何意 雷纯道见鬼先生一言不发 不禁有些着急了起来 催问道 老头 莫不是连你也在叹气这小子烂泥浮上墙 已经要输掉赌斗了 已经让到一旁的蒋中讽刺道 他薄薄的嘴唇一翻 冷冷笑道 能够跟韩家大小姐赌斗撑过第一场还没有被逼弃拳 已足以你这个健保师都不是的废物散修出去吹一辈子牛皮了 真是可笑 重置居然想与麒麟相争 简直是不自量力 韩飞雪这一次嘴上没有说什么 但丹凤眼中确实笑意见浓 显然十分受用 然而就在此时 真是让老朽为难啊 鬼先生摇了摇头 露出缺了门牙的嘴巴 他笑道 虽然知道韩家丫头你一定会不服气 但事实如此 这位小兄弟的这一件残片价值在你的之上 第2193章韩飞雪失手了 怎么可能 韩飞雪脸上的笑意断然消失 我这件残片上至今还存有灵气 而且其上的灵气与现在的天地灵气有差别 很有可能是 很有可能是最稀有的 传说天地之初就与天地一同形成的造化天仙气对吗 李纯道在秦峰身边用传音入密对秦峰解释道 蒙主 造化天仙气寓意是天地造化应运而生 可以自行产生天地灵气 乃是价值连城的好东西 如何珍视这东西 我们恐怕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胜算了 造化天仙气 其实不需要离纯道说 秦峰之前就在北斗玉高手的记忆里 知道了造化天仙气的存在 这些东西居然可以自行产生天地灵气 而且应该还是相当于天仙界的天地灵气 秦峰当时就觉得很好奇 希望有机会可以见识一下 只不过根据记忆里的推断 造化天仙气极其稀少 大部分都已破损 少部分下落不明 估计要么是在私人密藏 要么就是圣地拿来镇压气运了 这就导致造化天仙气最多的途径 反而就是挖掘灵脉 寻找有可能开出灵宝残片的半生史料 开始出灵宝残片 然后修复灵宝残片得到了 只是几千年来建宝修复出来的造化天仙气 每次都要引起不少血雨腥风 最后下落也多事不明 不曾想到居然会有可能才到天玄成就见识 但韩非雪言之早早说这一件就是造化天仙气 鬼先生却是一口咬定这不是一件造化天仙气 秦峰也不由得好奇起来 他在韩非雪的那一块残片上瞟了一眼 对着鬼先生请教道 前辈既然这一件残片不是造化古气 那又是什么东西呢 韩非雪脸色不善 冷声说道 这一件残片上至今还存留有灵气波动 这正文古老至极 至少是上古皇朝的正文 甚至是更远古时候的正文 怎么就不是造化天仙气了 他看向鬼先生 冷冷说道 鬼先生 你可不要信口雌黄欺负人 不要逼我动用石之杀 听得韩非雪的话 离唇到脸色微微一变 但是看向鬼先生 又见他面带笑意 成竹在胸 丝毫不像是偏袒情风的样子 不禁收起脸上怀疑之色 等待着老人揭晓答案 这上面是有灵气波动不假 但这正文却不是造化正文 而是主灵正文 鬼先生伸出有些干瘦的手来 在韩非雪的残片上 指了极杵正文解释道 造化天仙气 老朽不才道是曾经见过 上面的正文印是花鸟虫鱼 造化万物 是具体之物 而非抽象 他一句话如将韩非雪 从云端拽入地狱 韩非雪不由地连退几步 脸色煞白 鬼先生指着正文说道 然而 你这面残片通体 都是抽象的线条 必然是类似于 主存灵气所用的主灵正文 虽然也算是一件 上古皇朝的灵宝仙气 也是一件辅助灵宝 但因为品级 只是普通的地仙气 价值更是差得太多了 鬼先生笑了笑 语气之中再不掩饰 鱼之色 他甚至都有些欣赏 引起这名韩家自负的女健宝 失失魂落魄的神情来了 我给的定价是一千枚极品零金 而且可能实际卖出的价格 还要再打折 鬼先生又说道 这还是没有算你用的残片 是这未散修的 要跟你那座繁星塔一样 扣掉一个购买的费用 我都因为这个东西实在不值钱 已经替你免掉了 韩非雪的神色顿时僵住了 他似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只问鬼先生道 可这上面还有灵气波动 而且迥异于当时 你做何解释 鬼先生冷笑道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这是一件上古皇朝打造的 用来储存天地灵气的主灵宝物 而且还只是一件地仙气 相当于是超大容量的灵金 你说这东西会有什么用处吗 他如乘胜追击 痛打落水狗一般继续说道 辅助灵宝的价格稍微高一点 一般都是六百到八百极品灵金 请述老朽直言 这也就勉强算一个极乐辅助灵宝 出一千极品灵金 已经是天价了 能不能实际卖出去还是二说 哈哈哈哈 看走眼了吧 李纯道听得鬼先生的话 差点笑出声来 李不是什么最年轻的健保大师吗 怎么还会看走眼 李肯定很早之前就选中这些残片了吧 怎么还会选到这样极乐的东西 李纯道辞实觉得解气啊 超级解气 要知道 他们天赐萌除了在当初 还是临风成主的秦峰手里受过气 还在什么人 什么势力手里碰过钉子啊 从来都是他们叫别人郁闷 哪里有别人叫他们郁闷的 现在秦峰厉害了 一个脸 直接把之前受的气 全部打回来了 而且变本加厉 如何能不叫这位分舵之主 哈哈大笑 扬眉吐气 面对李纯道趁机讽刺他的话 韩飞雪脸色微微发白 用力咬了咬嘴唇说道 鬼先生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话 如果把一件价值连城的造化天仙气说成是鸡乐的主灵灵宝 导致这件造化天仙气流落出去 你一生健保的信誉都要毁于一旦 鬼先生缺了一颗门牙 哈哈大笑道 且不说老夫这么多年在鬼市里 在这间石头屋子里 守着这么多上古皇朝的破铜烂铁 还剩下什么信誉 就算老夫有信誉 老夫也肯定地告诉你这个丫头 他指着面前韩飞雪手里的残片 一字一字地说道 这 旧 是 乐 色 秦峰看到这一幕 也是淡淡一笑 正要开口 忽地讲中大声喝道 老头 你少得寸进尺了 你倒是看看 那个小子见出来的是什么货色 持有八九是一个废片 那还是韩家大小姐赢了 到时候就算第三场不比了 韩家大小姐也可以凭借三局两胜赢下这场赌斗 讲中的话应刚落 原本如同丧家之犬般的韩家永短门 顿时又眼睛里有光了 讲中看向秦峰 冷笑道 你别磨磨蹭蹭的 老子看你这次怎么死 第2194章小声一筹 韩飞雪听到讲中的话 原本几乎涣散的心神终于再次凝聚了起来 他随即把目光转向旁边秦峰选出来的那大半个雪球说道 好 既然鬼先生这么肯定我的只是一件不值钱的主灵灵宝 那我倒要看看 你鉴定出来的又是什么一个东西 他冷冷说道 我好歹也鉴定出来一个辅助领宝 倒是你 怕不是拿了一块废片吧 韩飞雪毕竟年轻 一下子没忍住就把这句话给喷了出来 废片 废片当然不会 鬼先生笑着摇了摇头 端详着手里的半个雪球 语气也语道 这是一件辅助领宝 说起来也是有意思 比你的那个垃圾稍稍贵上一些 这是辅助骨气 您可不要瞎说八道 这么小的残片极有可能是废片吧 韩飞雪终于受不了刺激 大声争执道 因为按照鬼先生的说法 等于是他第二长赌斗输给了秦峰 输给谁不好 偏偏要输给这的名不精准 全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却叫他恨得牙痒痒的散羞 他不禁想问一句凭什么 鬼先生看像韩飞雪那有些气急败坏的模样 更显得惬意起来 这是一颗壁鼠珠 是抓在手里把玩的 这既是残片 当然只有这么小一块 鬼先生话音刚落 韩飞雪深厚的蒋中已是笑了 你莫不是年老痴呆了 壁鼠珠 北斗玉不比南斗玉 很多地方中年严寒 千里冰雪 若是一枚暖玉倒也算了 要这壁鼠珠有什么用 难道还嫌不够冷吗 再说了 天气热 不会用点解热的鲜树吗 还犯得着花大价钱买领宝 老头 你简直是滑稽至极 即便离纯道能言善辩 此时听到鬼先生说 秦峰鉴定出来了一枚壁鼠珠之后 也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该如何应答才好 只能干巴巴地看着鬼先生 看他如何来做出解释 是啊 在北域之地 鉴定出一枚壁鼠珠 恐怕是没有比这更激烈的辅助领宝了 若是太平年景 还能拿到南斗玉去换一些灵精来 如今两玉大战一触即发 如何能过得了渭水一线 韩飞雪冷笑道 鬼先生 任你巧舌如黄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我虽看走了眼 鉴定出一个激烈的辅助领宝 但好歹我的是一件上古皇朝的宝物 他的领宝不但激烈 而且还没有我的价值高 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蒋中更是得意洋洋 故意喊道老头 你倒是说说 你给这壁鼠珠定价几何 若是价格合理 我就买下来便是了 他想看鬼先生出丑 刚才蒋中已经点出了 壁鼠珠在北域毫无用处 如今两玉大战一触即发 又不可能拿到南斗玉去交易 虽说不是废片 但也与废品无异了 如果鬼先生价开得低 那么秦峰与韩飞雪之间 这一轮的差距就会很小 甚至韩飞雪可能会凭借 微弱优势获胜 就算几乎平手 上一盘韩飞雪建立的优势还在 最后一场 这三休也必输无疑 如果鬼先生价开得高了 那么就等于是 鬼先生的裁判并不公允 给了韩家翻脸不认账的画饼 鬼先生有些浑浊的眼珠子 转动了一下 淡淡开口说 避暑珠1600枚极品灵金 老朽的价格绝对是公允的 李纯道听的是1600枚极品灵金 心中不禁有些失望 就算韩飞雪真的看走了眼 选的是一件主灵灵宝 只值1000枚极品灵金 凭借上一件残片鉴定出 繁星塔的优势 依旧比秦峰高了400枚极品灵金 除非秦峰在第三件残片上 也能压过韩飞雪 否则的话 这一场赌斗最后的结果 还是秦峰失败 根据始先约定 不仅秦峰的巡龙爵要交给韩飞雪 赌斗中鉴定出来的东西 也要作为战利品被对方赢去 那可就亏大了 这废片一般的灵宝 如何能卖出1600枚极品灵金 老头 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蒋中四抓住了鬼先生的把柄 冷声笑道 今日你这个老东西若是不说出 各所以然来 本少城主立刻就把你这间食屋子拆了 在以七行八十的罪名把你拨了衣服在街上游街示众 原本一直对于蒋中的挑衅采取沉默态度的鬼先生 却是莫地冷笑了起来 行啊 蒋中 若是老夫说不出各所以然来 随你处置 但是 他与其一宁 原本枯朽的身体里却好似有强大的自信涌出 若是老夫说出各所以然来 你当如何 蒋中冷不丁背这老头子一对 也是一愣 玄机怒意上来 立声喝道 你 你要如何 鬼先生诡异一笑 冷声说道 老夫也不要别的 但就想收个天玄城主当便宜儿子 做一回你们蒋家家主的野爹 老夫若说出各所以然来 你当众叫老夫一声爷爷 孙儿错了 你可敢吗 这话一出 蒋中脸色骚然一变 你 老东西 你岂有此理 他终是憋了一口气 冷声道 好 你就等着被本少城主扒光了衣服游街吧 老东西 好吧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枚避暑猪会出现在北狱 鬼先生淡淡笑道 北斗狱的修士 所修炼的根基先术多是克制寒意的 但是闭关突破 尤其是死官的时候 身体各项机能都降低到了极点 根本无法抵御寒意 那当如何 蒋中冷声道 哼 那还不简单 选择一处有地火岩浆的地方 逐造密室进行闭关 不就解决了 鬼先生也不恼 依旧不徐不及地说道 一看你这蠢才便没有去过地火密室 其中热量岂是寻常修士所能抵抗的 闭关修士各项身体机能都降到了最低点 难不成不能抵御严寒 还反而能抵御酷热不成 一语落下 蒋中与寒飞雪皆是面色一变 玄机眼神之中如惊涛骇浪涌起 他们意识到不对劲了 第2195章大丈夫真当如此也 蒋中听得这鬼先生刻薄协议的言语 一时被噎着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他行事乖张 飞扬跋扈 在天玄城里也是有名的 所以开场屡屡开口喊这鬼先生是老东西 可是一万句老东西 鬼先生若是充耳不闻 什么都不会损失 还白白浪费了蒋中的口水 但是蒋中要是争喊一声爷爷 孙儿错了 那可是比杀了他还要采 以后这天玄城头号的顽固公子哥 人前人后 不得要被人给取笑 还怎么行事 还怎么见人啊 喊这鬼先生叫爷爷 等于是帮天玄城主任了干爹 这还不得把名门蒋家的脸都给丢光了 蒋中之父 也就是天玄城主蒋天行 不止一次提醒过自己这乖张儿子 不要生事 小心惹出收不了场的祸事来 这天玄城里的头号顽固公子哥 却是置若罔文 他总想着 这天玄城等于就是他们蒋家的 就算是天玄圣地里的那些个强龙下来 还不压蒋家这一条地头蛇呢 能有什么事啊 再说了 蒋家本身在天玄圣地也有靠山 否则何以问做这肥差的天玄城主这么多年 天塌下来 有的是人帮他顶着 不曾想到 阴沟里翻了船了 这回他自己惹下的祸 当真是没人能帮他 也没人会帮他擦屁股了 蒋中真是恨不得给自己一个耳瓜子啊 跟着赤脚不怕穿鞋的老头 多嘴多舌个屁啊 真是十万句老东西都不及这一句有杀伤力啊 可以说 鬼先生当场就找回厂子了 而且是连本带利币找回了厂子 换句话说 如果蒋中当真输了 即便秦峰最后输了 熏龙爵无奈要交给寒家 鬼先生也觉得值得 太他妈值了 这么多年 他这一族 受这些城内权贵欺压还少吗 作为城主府的蒋家 还追近着一位与他同时期的健保老素 说是客亲供奉 实则天玄城里都知道 过的是跟下人一般无二的生活 可谓凄惨至极 这薪酬就恨算起来 还当真不是一句爷爷 孙儿错了就能找补的回来的 眼看着场面将住 还是韩飞雪念头飞转 知道韩家与蒋家关系非凡 城内生意很多也喜欢相互帮衬 说不定就会唇亡齿寒 他只得咬了咬嘴唇 切开话题说道 依照鬼先生所说 这第二场是我小叔一阵 立刻开始第三场决胜战吧 秦峰见韩飞雪如此大度 心中已是猜到了他的想法 他是以自己的让步来为奖中解为 好将这一桩孙子任爷爷的荒唐赌约 就此接过去 就当是他为两家生育做出牺牲了 这件避暑珠被鬼先生说的神乎其神 可能韩飞雪自己都有一点心虚了 好在价格也并不高 即便当真就输给秦峰一阵 最多不过被人说太过大意 马施前提 韩飞雪依旧有第一场赌斗 积累下来的优势 所以他才会直接放弃 跟秦峰在这第二件残片上争执 鬼先生也听到了韩飞雪的表态 他挖了挖耳朵 笑道 韩家丫头 你认可了老夫的裁判 那是极好的 就在所有人以为这尖酸刻薄 行目无常的鬼先生终于肯放过蒋家这顽固一马 见好就收的时候 却见他掏了掏耳朵 依旧转向蒋中冷笑道 蒋家小鬼 你倒是开口叫啊 难不成你们蒋家敢做不敢当 自己说的话 跟放过的屁一样吗 蒋中都没有想到 鬼先生居然又提这一茬 当时感觉无比头大 韩飞雪也是没有想到 鬼先生居然没有见好就收 当下 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耳食已经投出去了 本来希望这条老狐狸 吃到嘴里的肉 就作罢算了 哪里知道他一口把耳食吞下 回过身来 还是要咬人 这真是 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了 蒋中只得咬了咬嘴 拱手执了一个碗杯里说道 爷爷 是在下错了 这等于是做了一个变通 鬼先生一把岁数 称一声爷爷 以蒋中的岁数也无法 这是静老 至于他说一句在下 而不是孙儿 也必中就轻 避免了祸及蒋家 虽然被天玄城上下明里 暗里的人嘲笑 肯定难以避免了 但已经是最好的应对方法了 由此可以看出 这蒋中也不完全是绣花枕头 至少这等灵机应变的头脑 还是有的 他总算是狼狈 帝将这件事情给接过去了 只不过这狼狈的根源 他全部都算到秦峰身上去了 蒋中回到人群当中 对身边两名第先八节的蒲纵使了一个眼色 当即 两名蒲纵只留下一人还在现场保护蒋中 另外一人如由于一般从人群当中钻了出去 去向不知 蒋中以为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其实全入秦峰和黎纯道眼中 一丝不落 黎纯道看到这一幕 对着秦峰低声用船音入密道 蒙主 这蒋家崽子好像叫人去了 秦峰却是淡淡一笑 也不用船音入密去遮遮掩掩 直接对黎纯道说道 我们难不成还怕了他不成 秦峰这样一说 黎纯道当时就感觉到了信心百倍 是啊 我们天赐盟还会怕了这小小的天玄成不是 就连天玄圣殿来了 在天赐盟手里都不一定会讨到好处 他当即微微躬身 又低声对秦峰用船音入密询问道 要不要让徐徐准备人手 秦峰摇头 眼神清澈明晰 目前天玄圣帝明面上还是天书圣帝的盟友 又都跟遥光圣帝敌对 也算是天府圣帝潜在的盟友 面对不开眼 主动挑衅的天玄成顽固子弟 就算是杀了 那也是活该 若是导致整个天玄圣帝跟天赐盟弄将 那这事情反而牵扯大了 而且与秦峰来天玄成的初衷也是背道而驰 我们难道对付不了 秦峰淡淡一句 透露出极强的自信 以及逼逆天下群雄的气度 几乎让离纯道彻底折服 他学著书上看到的那般 在心底轻轻赞了一声 大丈夫真当如此也 第2196章胜负已无所谓 鬼先生似是没看到这表面和睦之下的暗流涌动 淡淡一笑说道 也好 那就进行第三回合的赌都好了 他若有深意地看了韩飞雪一眼 望生笑道 韩家丫头 这可是决胜局 你有几分把握 韩飞雪冷声笑道 这个家伙误打误撞到了这决胜局 都好像有恃无恐 本小姐能有什么没把握的 他虽是冷声说着当胜而胜 不过理所当然的话 心内却是不由地有些泛起了嘀咕 这小子 真不知道是那里来的胆气 到底他有什么倚仗 鬼先生看了看两人说道 既然已经是最后一局了 想必两位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就是那最后一块残片了对吧 必然如此 两人都微微点头回答道 鬼先生把目光移到了两块残片上 韩飞雪选中的最后一块残片 是一片手掌大小的残片 上面的阵纹反复 淡淡金色时至今日都不曾完全磨灭 透露出一丝庄严 秦峰选中的最后一件则是一件手指粗细的漆黑残片 值得一提的是 那一件残片原本是韩飞雪选中的四件残片之一 只不过被他放弃后又被秦峰给紧了起来 鬼先生此时盯住两块残片两酒 还不曾说话 秦峰对于胜负其实都安之若素 他与韩飞雪赌斗的最终目的 并非胜负 而是在赌斗当中将自己从北斗玉高手记忆里 继承来的知识真正融会贯通 化为己有 至于《寻龙决》一书 秦峰以过目不忘的本事 直接被吓了 这书给不给韩家 也都是两可之间的事情了 最多输了的话 禁不鬼先生一族的福禄暂时赢不回来了 不过 以秦峰的真实身份 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向韩家索要的话 借给他韩家的家主十个胆子 他怕是都不敢说一个不字 这样一来的话 若是秦峰能够赢下赌斗 固然最好 即便赢不下来 他通过这一次高端的对决 隐约触摸到了健保术语所知所学的儒道 以及百家学说之间一丝共通之处 已是最好收获 屈之 修炼元神 一种是现在各大修炼势力所用的水魔功夫 慢慢淬炼 垂打元神 积攒力量一举突破境界 但这种修炼方式 弊端其实很多 类似于武道修炼 靠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死办法 更像是中土如道的上界如道 明显走的是明雾的路子 只要有一丝明雾 便有可能开云见雾 直接一日千里 突破境界 如此一来 这一场胜负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秦峰可以将胜负置之度外 韩飞雪却如何能够不管胜负 但他依旧强作镇定 在心内鼓舞道 我选中的这件残片上面是稀有正文苦海精莲 可以保证原神不灭不悔 在剑宝经中是有名的上古正文 如果不是有一点小瑕疵 我必拿来做投证 直接让他放弃赌斗了 至于那一件被我放弃掉的残片 哼 他既然敢选 那就让他自作自受吧 在韩飞雪看来 秦峰选的是他放弃掉的残片 段没有可能超越他选择的 这第三块残片的道理 秦峰见鬼先生迟迟不说话 不禁开口问道 鬼先生 这两件残片究竟数优数列 鬼先生注视良久 缓缓摇头说了两个字 不知 既然不能直接分辨 就动用石之沙吧 韩飞雪已是取出自己的石之沙 轻轻地宁开平赛 将晶莹的石之沙一点一点地 撒在了自己的那件残片上 区余之间 金色的光芒 如云如雾 竟是缓缓从残片上升腾了起来 一开始金光只是米粒大小 如银银烛火 一席之间增强数倍 短短刹那竟是让人刺的眼睛都睁不开来了 与刚才秦峰鉴定出雷芒利刃不同 秦峰鉴定出雷芒利刃产生的天降利雷一向只是临近的几个人看得见 这次则截然不同的金色光芒从石屋之内直冲而起 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鉴定出极品的天仙器了 怎么可能仅仅是天仙器 说不定是太古的高阶天仙器 有人一下子就惊呼出声 是那间石屋子啊 那地方是 是那个装神弄鬼的老头 快去看看 快去看看 一时间 无数在天玄城的人 停下了手里的火 先是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 继而无数的人不约而同地朝着的方向跑去 刹那之后 刺眼金芒渐渐消散 在众人面前呈现出来的净是一件金色的匣子 原本足以刺穿天际的金芒此时化为一柱金莲 静静悬浮在金色的匣子上 如真似幻 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神韵 一时间 很多高手都陷入到了近乎迷惘的状态 眼神空洞一片 只有那一只金莲阴晕在眼中 莫说是他们 就连那些最先赶来看热闹的人 在看到那只金莲的瞬间 都好像木头人一样愣住了 除却鬼先生 秦峰 黎纯道 韩飞雪 蒋中以及那名帝先巴结护卫之外 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了迷茫之中 但奇怪的是 鬼先生并没有修炼 居然也能保持念头的清明 只是双眉紧锁 死死盯住那一只金莲 不知在思索些什么 随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片刻之后 原本乏人问津的小石屋里外 都占满了被这金莲吸引来的人们 片刻之后 石枝杀的效果耗尽 那一株金莲缓缓沉入霞中 那金霞也逐渐化为颗粒分解 又变成了那一件残片的模样 淡淡的金色震纹虽然历经岁月沧桑 却如同只是经历了一夜风雨 崭新如故 带到金光消失 被吸引到这里 却被这珠介于真幻之间的金莲 所振折的人们方才回过神来 所有人的记忆都定格在了 看到金莲的那一个刹那 此时方才发现在他们面前 站着赫然是寒家大小姐和那个守护食物的怪诞老头 你们看鬼先生坐在桌前 而且旁边还有香炉 好像他们是在赌气啊 寒家大小姐 终于要跟那个神秘的剑宝老头决斗了吗 可就在这时 新为过来的人种忽地意识到了一点 不对 他不是跟那个怪诞老头剑宝决斗 而是在跟那个散修赌斗 第2197章 他已没有迎面 人群看到陌生面孔的秦峰 站在寒家大小姐的对面 中间坐着石屋里的怪诞老人 两人的中间还摆放着一座香炉 也就是说 并非是寒飞雪挑战这名脾气怪诞的鬼先生 而是这名不知姓盛名谁 也不知从何人来的散修挑战寒飞雪 这散修究竟是谁啊 难道是其他圣地来的健保大师 不可能啊 他看起来还那么年轻 就在众人猜测这个跟寒飞雪对赌的神秘对手时 寒飞雪说话了 鬼先生 倘若我的猜测不错 这上面的阵文应该是苦海金莲 对敌可以振折心神 对己可以保神势不悔 原神不灭 弓手兼备 这一件刻印有苦海金莲阵文的上古天仙气残片 不知你打算作价几何 话音落下 所有后来的围观者 都是一惊 但又觉得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虽说是罕见的苦海金莲阵文天仙气残片 但出自健保天才少女寒飞雪之手 也并没有见天玄城里的民众感觉到有多么地奇怪 反过来 若是这苦海金莲阵文的天仙气残片出自那散修之手 那才叫咄咄怪事 居然是苦海金莲阵文的天仙气 真是罕见啊 书画之间 人群里一名矮胖中年男人对着寒飞雪笑道 飞雪侄女 这件骨气老夫寻找许久 不知你可愿割爱 老夫愿意出价三万枚极品铃金 三万枚极品铃金 听得这个价格 情风深厚的离纯道不经倒抽一口冷气 低声说道 这是什么道理 通台价格吗 如果鬼先生开出的价格低于三万枚极品铃金 岂不是 三万枚极品铃金 这价格也太离谱了 情风也是微微皱眉 一座繁星塔才多少极品铃金 一万枚极品铃金都不到 一件苦海金莲的骨气 居然直接开价三万枚极品铃金 这价格未免开得太离谱了 他留心去看了那报价的矮胖中年男人一眼 见他实力也达到第先期节 显然是在金芒升起时就已经来到了这里 并没有被苦海金莲所振折 所以了解了全场的情况 直接开口用三万枚极品铃金的高价 显然想要帮韩飞雪直接取得赌斗的胜利 各种原因 多半是想要帮韩飞雪赢下赌斗 跟韩家结个相伙情 但这样的行为 显然并不让韩飞雪领情 因为在韩飞雪看来 这一场赌都已经没有了悬念 行风段不可能再超越他 那名老者出三万枚极品铃金收买这残片 根本就是画蛇天足 多此一举 甚至还可以会落下他胜之不武的画饼 只见这名健保天才少年冷冷一笑 一点都不客气地说道 不必了 这件东西具体的价格多少 还是有鬼先生来定吧 韩飞雪直接把那矮胖中年男人献来的殷勤给挡了回去 同时撇清了对方之前的话跟自己的关系 矮胖中年男子好歹也是一个第先期节的修士 算是各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当时脸色顿时微微发红 尴尬的不知道接什么话才好 鬼先生目光在那苦海金莲上注视了一会 看了看庭院里密密麻麻人群 缓缓开口道 这件残片应该是太古天仙企 金莲苦海霞 保存的也还比较完整 综合各种情况 老朽定价两万枚极品铃金 虽然说被鬼先生一句话砍了一万枚极品铃金 但众人也是微微点头 认可了这样一个相对还算合理的价格 那么接下来秦峰的处境在所有人看来就相当不利了 倘若秦峰执意要继续跟韩飞雪赌斗下去 几乎有九成九的可能都是颜面扫地 如果他退出可能还可以保全部分自己的颜面 只不过之前第二场小胜韩飞雪的一场积攒来的名声 肯定就败光了 韩飞雪看了看秦峰冷冷到你还敢接第三场赌斗吗 秦峰听到韩飞雪的话 脸上却是流露出淡淡的笑意道 我又不损失什么 为什么不敢接 中途放弃本就不是秦峰的一贯习惯 因为这涉及他自己的本性 他虽然不在乎输赢了 但比不过而失败和自动放弃而失败 显然完全不是一件事情 看到秦峰居然将健保失罪看重的名声视为无误 为官的人群顿时都觉得不可理喻起来 来做健保一行的 要么就是像韩家大小姐这样 修炼天赋不佳 健走偏锋 另辟蹊径的 虽然健保对于修为并无多少增进 但天玄圣地传说中有一位圣主就是以健保入道 一路到了底线大圆满 虽不算是一条绝路 但专修炼器 或者主修炼器与自觉于修炼意图无益 所以健保失大多求的是一个名声 要么被大商会请去做供奉 要么被大家族招揽 最不济也可以自己开健保行 当然了 通过这种方式积攒资粮 再供应自己修炼 日后有所成就这般曲线修炼的也有 但归根结底 还是名声两字 有了就有一切 没有了 一无所有 这明显就是想在健保意图有点什么说法的年轻修士 居然连名声都不要了 他究竟想要什么 又想要干什么 听到秦峰的话 韩飞雪还没有说话 蒋中已是冷笑出声 不自量力的废物 我知道 你选择飞雪放弃掉的残片 难道还想跟被飞雪挑中的这一块残片一较高下吗 你怕不是的失心疯了 蒋中的话虽然刻薄 但却说出一个后来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劲爆消息 这个散修雪的第三件残片是被韩飞雪放弃的 一般什么情况下 健保师会放弃自己选中的残片 一种是确定肯定会是废天的残片 这种占大多数 另外一种是拿捏不准价值 不知道价值高低的残片 但是韩飞雪这般仅次于大师的健保师的 眼光一向很准出现第二种情况 而且还错漏了高价值残片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也就是说 秦峰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营念了 第2198章破了天 韩飞雪在天玄城年轻一代中明里暗里的追求者无数 尤其是健保界的年轻子弟 几乎都认识韩飞雪 原本他们还不知道秦峰的深浅 还当他是外面来的健保大师 是与韩飞雪并驾齐驱的健保界翘楚 所以一个哥不敢出声 只能静观其变 此时听到少城主讲中说 秦峰拿来堵斗的残片 居然是剪了韩飞雪放弃掉的残片 顿时之前对秦峰的敬畏和猜测 全部变成了狂风奏语般的流言 飞语朝着漩涡中心的秦峰和黎纯道 两人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 哪里来的野狗 居然赶到天玄城来撒野 也不撒泡尿罩罩自己什么的性 挑战韩小姐 真是狂犬废日 捡了韩小姐的残片 你怎么会有勇气拿来跟韩小姐来赌斗 秦峰却是充耳不闻 转而对韩飞雪淡淡说道 你们韩家怎么养了这么多狗 汪汪汪叫得不凡吗 韩飞雪知他在指桑骂槐 只是瞪了秦峰一眼 也不说话 他侧过脸来 看着自己面前选中的那一块残片 对着鬼先生说道 鬼先生 按照赌斗规矩 输掉一方的残片 也是要归胜利一方的对不对 此时此刻 似是连鬼先生都已经觉得 面前这个散修无望赢得胜利了 他虽然感激秦峰仗义相助 但从他宣布苦海金莲霞 价值两万枚极品灵惊喜 他对于秦峰能够获胜 就已经死心了 此时此刻 听到秦峰主动询问自己赌斗的规则 顿时一愣 他不解其意 本来鬼先生还存了赌斗失败 为他以新手不懂规则开脱 争取为他留下那剑雷盲玉匕首作为绵薄谢礼的 哪怕砸掉他剑宝师的招牌也在所不惜 这小子 这小子何故自己找死啊 鬼先生愁愁还没有回答 韩非学以示笑道 你既知道这规则 那就好 秦峰不与这丫头一般见识 转而对鬼先生说道 鬼先生 你与大伙都做个见证 莫要有人说话不算话底外 欺负我们这些小散修 鬼先生沉生说道 这庭院里站着的几乎是天玄成剑宝剑里三分之一的人 其中不乏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 势力关系也是错纵复杂 相比他们不会因小失大 你放心就是了 秦峰听闻这句话 便说 知道了 那晚辈就安心了 他抬起手 打开平赛 玉瓶之中晶莹的十只砂渐刺滑落 覆盖在了秦峰选中的那一块残片上 这一截仅有拇指大小 很快就被秦峰撒下的十只砂完全覆盖了 就在所有人屏住呼吸 等待着秦峰这次比斗的最终结果时 令所有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一席过去了 五席过去了 十席过去了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十只砂覆盖下的残片浮现出仙气的雏形 可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被秦峰的十只砂覆盖住的残片就好像一块平凡无奇的黑铁一般 没有任何的变化 就这样静静地躺在石桌上 阴阴森森 与刚才那金光穿云的苦海金莲霞形成着几乎让人感到讽刺的落差 废片 哈哈哈哈 整整二十席过去了 没有任何的反应 倘若不是废片 我就把我舌头吞下去 笑话 没有比这更讽刺的笑话了 本身踏实 韩小姐放弃掉的残片已经是一个笑话了 更好笑的是她捡了来的居然还是一个一文不值的废片 真是笑死人了 一刹那之间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了秦峰和秦峰面前那被石之砂覆盖住的漆黑残片上 流言飞语如海浪一般朝着漩涡中心的秦峰蜂用而来 本来有一些人之前还有些顾忌 生怕秦峰是真心人不露相 害怕得罪了她 此时看到秦峰居然真的鉴定出了一个废片 当即一个个都落井下时起来 显然 按照她的经验判断 就算秦峰选中的这一块残片价值上真的不如韩飞雪选中的苦海金莲霞 也相差无几 否则她不可能会觉得难以判断 而要两人去动用石之砂做最后的对决 就算鬼先生看走瘾了 秦峰手里的只是普通灵宝 但是又怎么可能会是废片呢 这样的误差未免太大了 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离谱了 就在这时 除在风口浪尖的秦峰却是面色如常 仿佛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中一般 一直等着看戏的人群却反而比秦峰心急多了 撒下石之砂都过了五十席的时间了 还没有丝毫的反应 不是废片是什么 石之砂的效果不过短短百席 如今都已经过去一半了 但凡是有名的真品 往往石之砂才撒下去就会有异象 如同刚才韩小姐的那一件真品一样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难道还指望咸鱼翻身吗 鬼先生看到这一幕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秦峰说道 现在距离石之砂失效还有最后实习时间 你若是感觉刚才石之砂没有生效 或者存在误差 可以再撒一次 当然了 鬼先生干咳了一声道 这样的几率极小 几乎没有可能 未必啊 老东西 讲中阴阳怪气地冷笑出声道 本少城主倒是知道有人在赌气的时候 一开始撒下石之砂没有反应 结果连续撒了十次 仅仅石之砂的费用就花了近一万枚零食 结果还是废片一件 那的人后来被整个北斗玉笑了十年 十年之后郁郁而终 你若不信 在场说不定还有一些前辈与那人相识 还能说出他的名字来 讲中说这句话的意思在明显不过了 那连续撒了十次石之砂的蠢蛋 被人笑了十年 已经死了 你若是今天执意也这么做 大家正好就有心地笑料了 可以说当讲中把这段话说完之后 全场的健保师都哄笑了起来 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把秦峰当成了一个笑话 一个名玩不灵的愣头青 注定要被整个天玄成的人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饼 可就在这时 秦峰摇了摇头 不需要撒第二次了 因为胜负已分了 下一秒 只听得一声龙啸 从那一块战斗着的残片之上 破空而起 以掠之势如破天 第2199章平地起黑龙 龙啸 所有人只觉得脚下地脉都好像轰隆狂吼 滚滚威势 让第先八节的强者都站立不住 全场之内 能够站立的只有秦峰 早已第先九节的天赐蒙舵主离纯道 还有鬼先生 残片之上飞出的并非是一条正常的龙 而是通体漆黑 头上独角的黑龙 就在那条黑龙虚影腾空而起的瞬间 无穷片或是价值连城 或是一文不值 谁也不知的遍地残片骤然飞起 如有神柱 强大西射之力竟是陆地化龙卷 整个石屋子疯狂地摇晃颠簸 就如一片孤舟在滚滚浪潮之中无力飞旋 不只是铺满整个石屋的残片 就连一些个修士身上的灵宝 仙气也有殃及池鱼 被这龙卷直接吸射 卷到天空之中去的 下一秒 无数残片在一大片滋滋滋如无数铁片交错丝鸣的刺耳声响锐响之中 骤然附着于黑龙身上 漆黑鳞片 近乎于真实 介于真幻之间的黑龙张开血盆大口 疯狂抱吼 冲天而起 黑龙 怎么会这样 韩飞雪毕竟家学渊源 当时就惊叫出声 此时此刻 原本铺满石屋子的残片已是被横扫得一前二进 整个石头屋子白茫茫一片 空空荡荡 不曾余下一片 骇人至极 他面如死灰 喃喃地说着别人不懂的话 黄陵镇龙脉的传说 是真的正当这时 蒋中大鹤道 你这邪魔外道 居然胆敢故意放出这等凶物 你是要害死我们天玄城所有人 他看向地震之中 跌爬满地的众人 大声鹤道 我已通知天玄圣地派来高手镇压此辽宇这一条黑龙 这邪魔外道绝无可能活着离开天玄城 秦峰此时看向那一条冲天而起 破坏力近乎无穷的黑龙 也是眉头皱起 他这一块残片之上 的确是被他感知出了有部分迥异的天地灵气 想来韩飞雪也感知到了 所以他才会先选中这一块残片 但是这残片之上 几乎没有什么完整的正文 所以极有可能是废片 韩飞雪也没有实权把握 所以才选择之后又放弃了这一块残片 毕竟繁星塔也好 疑似造化天仙气也好 苦海金莲霞更好 哪一件都不可能是废片 一旦出了废片 赌斗绝对就输了 韩飞雪作为健保师的名声也毁于一旦 他赌不起 但秦峰如何赌不起 堂堂正正地赢下这一场赌斗 不正是他所愿吗 秦峰自己也很好奇 究竟这一件残片里是个东西 当时他以原神触碰之后 隐约感觉到像是一条龙形灵物被困其中 他既是与韩飞雪赌斗 自然是要全力以赴 便将此物放在了最后压阵的位置 出淫与否 其实也无所谓了 可是 为什么是黑龙呢 秦峰盯住那一条金龙 眉头皱起 他以原神感知那块东西时 并没有感觉其中的邪碎之气 屈知他是两世如胜 对于鬼物邪碎 天生就有感应 不可能如此后知后觉 他盯住那一条金龙 似过去良久 又好像只是灵光一闪的瞬间 旋即 他笑了起来 我明白了 这是一条被困在上古黄陵里的龙脉 这是积攒了被镇压万年 乃至十万年的恨啊 秦峰抬起手来 一道璀璨光滑自止尖出 竟是凭空显露出一本以滑光连坠而成的书籍 那书籍之上所写的 正是奇物论三个字 以神念凭空画出的上界点集奇物论 饶氏 韩飞雪自认为见过无数奇人异事 也看过许多旁门点集 依旧认不出秦峰究竟是什么样的门道 他瘫倒在地 惊呼出声 以 你究竟是什么人 秦峰哪里有时间 有心思去与这丫头碎嘴呱躁 他抬起手来 手中由神念画成的奇物论 骚然画为万道光芒 每一道光芒便是这书中一道竹简模样 骚然之间 奇物论书 画上界奇物论大阵 可就在这时 秦峰墨地看到了另外一道人影 从鬼市另外一侧不远处的房屋之下跃上屋顶 那道黑衣人影穿的是鬼市里人人都穿的漆黑斗篷 却是脚下生风随着黑龙轻循冲刺的方向急速狂奔 那人奔走之时 修长如玉聪的食指频繁隔空点出 刺出 静如隔空触雾 水中绣花一般旋之又旋 秦峰正诧异 不及多想 只听得那人双手啪地一声轻轻合上 五指并笼如何时行礼 下一秒 刚才那神秘人点出刺出的道道光芒 瞬间金光大圣 竟是墨地画出一张从上可以拉到天玄城核心高塔位置 向下可以探入地下树杖的巨幅阵图 如此短的时间 如此快的速度 居然能画出一张如此巨幅的阵图 足以叫秦峰都感到诧异 此人的修为必然不浅 而且精通正文 甚至从他出手 依稀可以看到北斗玉剑宝大师的手法 皆是寻龙脉 困龙脉的阵法手段 几乎叫人觉得目不暇接 眼花缭乱 秦峰见到又有人出手 竟是不由自主地分心去瞧了一眼 心内嘀咕起这人的身份来了 是城内的剑宝大师 还是趁火打劫来的外地强者 这人究竟是敌是友 可秦峰去看那人的最大原因却是 熟悉那身影即便隔着大半条街 秦峰看着都觉得似曾相似 下一秒 意外被秦峰以时之杀唤醒神魂 又吸收食物之内所有残片化为形体的黑龙 桀骜不寻 揍然头脚一侧 朝着那身前阻拦自己的大网轰然撞去 头上独角的黑龙 一撞之下 只听得半空之中 竟皆是哗啦哗啦玻璃粉碎的烈响 高阶天地的巨大金色阵图从中间一点 瞬间向外粉碎崩裂开来 与此同时 纳不下巨幅阵图的人影四 也不曾想到阵图竟是一触即溃 正要纵身上月 或是上前修补 或是再结一道更强的阵图 只见纳破阵的黑影骤然加速 身影一掠 头顶独角墨地前顶 一级如利刃 静止戳中那人右肩 旋即用力向上一挑 弃静鼓荡如飞刃 瞬间搅碎那人身上斗篷 一口鲜血喷出 在长空如血红倒挂 被扯碎斗篷的人影 竟是露出一件女式铠甲 并那一头如铺青丝随风乱舞 那人 竟是个女的 第2200章有些想你欺的茬了 很显然 那人想要用类似 进过龙脉的阵法 来将那条黑龙禁锢 防止他继续大肆破坏 这样的思路没有错 因为眼前的黑龙虽然争獰可不 但毕竟是从残片阵文上来的 也就是说 本质上还是灵脉里的龙器 获得了实体 用这可以困住龙脉的阵途 去困住黑龙 并无问题 只是 他低估了这一头龙被困数万年 乃至十万年 困锁黄陵之内的怨戏 已经淤积到了足以毁天灭地的程度 秦峰原本以为那一具身影 被这黑龙一脚触撞 肯定要如落叶般倒飞出去 那只那人影居然在空中急停 停住身体 没有飞撞出去 与此同时 他身后一抹寒芒清灰 右手之重 一柄模样古仆 似是用来作为刻刀来刻制正纹的四寸青芒 持指纤细 随他手指得空一指 疑似是刻刀的古仆刻刀 竟是抓准机会 直辞黑龙厄下三寸 龙之厄下有逆龄 触其怒而必杀人 居然还有后手 秦峰却是目光朝着那女子身后 如极光的寒芒清灰 眼神一动 在他衣袖之中 承载着他与同一批 飞升至有羁绊的八卦精灵 刹那之间嗡嗡如风嗡鸣 与此同时 那次向黑龙厄下逆龄的古仆刻刀 在一股大力催动之下 瞬间就将黑龙逆龄冰冻 旋即一刀之下 连连破碎 如果这是一头活着的龙 怕是若点遭到攻击 肯定就要遭到重创 可偏偏这是一头 以灵脉淤姬的龙器为神魂 万千灵宝残片的 为实体的黑龙 一身的灵宝残片 等于是披了一身的 地仙器和天仙器啊 一刀之威 就是在凶悍 能够破甲几何 刹那之间 黑龙吃痛 一口玄黑气息 猛地朝着女子喷去 鼻气之威 竟是所过之处 房屋树木竟接回去 恐怖如斯 秦峰念头飞闪 正在回忆自己 哪一位飞生之友 居然擅长剑宝石 被黑龙威势镇压得 根本都太不起身来身的 韩飞雪 却是用带着哭腔的声音 高喊了一声 他喊的是咕咕 秦峰当时不再迟疑 双手一个交错 一瞬间之间 奇物论变天仙界上 清学宫奇物论大阵 一瞬笼罩整座天玄城 在秦峰以神文法自觉 附加于奇物论大阵的操纵之下 整个大阵之内 除却他与那名女子 并所有天仙境以下之人 几乎同时无感全部陷入停滞 甚至连修炼者的 第六感神式都难以动弹 只有无穷无尽的绚烂光滑 从大阵之中不断激设而来 此真似幻 让人难分真假 与此同时 巨大昆于幻影如从青天而出 横挡住那一口不知 却蕴含了多少威力的悬黑吐习 下一秒 昆于吞龙 惊世骇俗 昆于幻影墨地张嘴 如延展到无穷大的世界 趁着挡下悬黑吐习的瞬间 朝着黑龙一吞而下 黑龙竟如活物一般 似是感觉到了惊恐 赶紧向后飞掠 好似躲避温神一般向后飞去 所过之处 龙尾躲闪不及 又是不知多少剑竹殃及池鱼 仅仅被一抽一碰就摔得粉碎 虽然十分狼狈 黑龙却是成功躲开了昆于的巨口 那介于争唤之间的巨大昆于 一口未曾吞到黑龙 被他吞入盗口中的无数剑竹与百姓 竟似是从薄沙里过了一遍 丝毫无损 昆于一甩尾巴 漠然再起 再朝黑龙扑去 黑龙空洞的眼神之中 只有两团漆黑火焰跃动 似是想到了什么 竟不再攻击那头昆于 而是傅又朝着袭击他逆拎的女子扑来 那女子刚刚落回到屋顶之上 只听得萨萨风声如咆哮龙卷 她抬头瞬间 美目骤然一致 一口玄黑吐息 比刚才更甚 滚滚如黑潮 一线涌来 玄黑吐息显然比刚才一口更甚 所过之处 青天皆为漆黑 竟满满是漆黑晦气 龙奈被镇压囚禁之怨恨 可见一斑 可就在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之时 一道人影骤然如白红惊天 横挡在他身前 虽然那人容貌陌生 也不似是之前有打过任何的交道 但是 无论人的容貌 装束 如何改变 有一样东西却很难改变 那就是一个人的气质 或者说 是一个人给人的感觉 更加合适 常年富贵安逸者 举手投足都有一股贵气 常年杀场搏杀者 言语不怒自威 带有杀气 便是此理 此时此刻 那横挡在他身前的人影 白衣飘飘 竟是像极了他记忆里的那道人影 当年那一道以身化剑 横断虚空的背影 他没死 难道他真的没死 此时此刻 情风面向那喷吐而下的悬黑气息 抬起手来 他的手掌之中抓着的 正是那一本 可以解开鬼先生一族诅咒的福禄之书 若是有人看到这家伙 居然想用一本书去阻挡滚如一线 将潮汹涌过来的悬黑吐息 定然是以为他疯了 然而 情风并未疯 而且情风清醒得明明白白 那原本要一口吐息喷下的黑龙 在看到那本福禄书的刹那 竟是做出了惊人之举 他猛地将已经喷吐出来的 玄黑气息 骚然向后一息 玄疾 猛地偏过头来 滚滚玄黑气息爆裂喷涂 直接偏过情风的身前 偏离过他身后的那名韩姓女子 一口正喷在刻有黄灵两个 大肆的上股建筑之上 一口玄黑吐息 催枯拉朽 大半建筑直接化为废墟 见到这一幕 情风知道自己赌对了 下一秒 喜悟论造就的昆鱼从后赶到 再次张开吞天聚口 从龙尾之处 一口吞下 飞龙在想挣扎闪躲 已是被釜底抽星 哪里还能再动弹得了 当即 飞龙抬手 仰天哀嚎 眼见着昆鱼大口之中 几个呼吸之间 就将一条足以横灌 大半个天玄成的 飞龙身形吞下大半 陡然一道清光闪烁 一头四肢敞开的灰白色大狗 竟是四体如飞踩在凌空如踏雪 拼命朝着那一头黑龙扑去 这条大狗没过一席 身影便膨胀一倍 短短几席时间 已是身形仅次于那头昆鱼 赫然变成一头四足无脸 却身后有益的凶兽 赫然是 凶兽混沌 混沌凶兽猛然也张开血盆大口 高高跃起 自上而下 朝着那黑龙的脑袋吞去 昆鱼自下而上吞 混沌自上而下吞 这是要将这一头黑龙分而食之了吗 哪里知道那混沌凶兽 却是嘴巴一张一合 不急那昆鱼吞得快 一口咬空 什么都没咬到 全集 彻底吞下了黑龙的昆鱼摇了摇尾巴 竟是如拍打开无形的涟漪水花 墨地重新飞回到奇物论大阵之中 看都没看那头体型 跟自己一眼庞大的混沌凶兽一眼 就留下那头混沌凶兽在半空之中 垂胸顿足 就差后悔的呜呜哭下来了 这是龙脉之魂 大补啊 让本尊咬上一口也好 就咬一口啊 啊啊啊 错播这段机缘 还要等多久啊 如果说 之前那名利在秦峰身后的女子 还在对她的身份有所怀疑的话 此时此刻 看到那一头不倾自来 还能从大狗变成混沌凶兽的怪物 她的眼神之中 最后的一丝顾虑旋即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无以复加的震惊与深深的喜悦 以 你当着没有死 她的声音不由地颤抖起来 秦峰没有说话 只是看向天空 语气淡淡说道 五帝临渊不死 我怎舍得会死 女子表情错愕 语气竟是一时哽咽起来 我便知道 你不会死的 只是你为何 这么久了 连一个消息都不曾带给我们 若是今日 我便死在这天玄城里了 我还见得到你吗 秦峰听得那女子说得欺欺然 她缓缓回转身来 轻轻擦去掌心里神文艺自觉 一头银发飘舞 俊朗面容 亦如她离开中土世界时一模一样 她看向面前一时错愕 已是满眼泪水 渲染玉气的家人淡淡一笑说道 你不会死的 有我在 虽是一身鬼是里漆黑衣裳打扮 却依旧难掩家里疏色的女子墨地向前几步 不由分说 涌入她的怀中 将面容埋在她的胸前 低声抽气了起来 百年时光 看似白居过戏 一弹指而过 实则其中多少辛酸苦辣 又能够与何人说 当日飞升天外天之时的众人 鸡成羽身死 赵子龙险些成为傀儡 风七月更是被天赐盟主角天赐利用 这些都还只是百年辛酸的冰山一角 下巧是被秦锋撞破 又是秦锋知道的而已 秦锋所不知道的 那其中又有多少 又有多少不足为外人所到呢 如果问当年一同飞升之人 在秦锋以身化剑 不断虚空来保护他们飞升散仙界之后 唯一支持他们克服千难万险 不断提升自己 拼搏着活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别人的回答 也许他不知道 但是 对于曾经中土世界当中 齐国的正国五圣韩亚轩来说 活下去的动力和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等着他 等待着他平安归来 就如同是以前无数次 他化险为夷 平安地回到燕京城里的那一具大宅礼一样 秦锋看了看面前的韩亚轩 百年不见 容颜未改 确实沧桑了许多 他忽地开口说道 是有些想念你漆的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